男人重申空手套白狼 远在泰国的兄弟产业被蚕食 危在旦夕时他使出一计 让对方不得不留下他来制衡自己的妹夫 明昌是我 领导 不知你有什么关照 最近你们闹得动静不小 叫得房地产行业天翻地覆 做得有些过了 领导约莫 近年来房地产公司激增 发展万象出现 我们三家公司只是想整动房地产行业 免得行业崩盘 房地产行业乱不了 况且这些事不是你们该管的 如今搞得乌烟瘴气 地块都找不到人开发 哦 那领导的意思是 把你们的动作停了吧 每个行业都需要百花齐放 搞垄断可不行 领导都放话了 我们肯定会照做 但也请你给我个面子 不要插手家红地产的事 何家跟我们刘家有些渊源 你不要动他 若他有做不对的地方 我让他跟门道歉 领导改天再聊吧 我有个重要会要开始了 你提的意见我们一定认真斟酌 太狂妄了 敢挂我电话 他们铁了心要动你 你到底怎么得罪到 房地产三巨头的 起初是因为两块地 现在应该是要拿我立威 来震慑其他中小型房地产公司 徐明昌为了对付你 陆细得罪我 此事已经没法和谈 而且三巨头势力不小 我得去跟大哥研究一下对策 那我这边该如何应对 真的撑不住了 这段时间只能靠你自己 哪怕我们研究出对策 也不可能在一两天内发力 但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三巨头好过 实在不行 我只能用出那一招 在刘家明的电话后 徐明昌意识到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再次加强行业打压 而何嘉宏还在纠结是否用出最后底牌 另一边 古董交易业之后 吴兆洪叫了卓勇和洪伟强 去清迈谈话 我刚才所说 便是交易当晚的全过程 肯定是赖长青搞得贵 但祭司的人出现得太过巧合 哼 少在那寒沙摄影 你的意思是我走漏了消息 我跟吴总打江山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玩一把 我没怀疑你的意思 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 你分明 够了 我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 最近古董交易频频出事了 肯定有人在搞鬼 动不动就损失几亿十几亿 我的资金经不住如此折腾 不过卓勇能有惊无险地完成交易 足以证明你的能力 全靠老板栽培得好 我为老板分优是应该的 哼马屁鲸 回墙 看你最近力不从心 先退二线休息一下 往后国内的生意以卓勇为主 你做好辅助工作 我定不会让老板失望 老板我 无需多言 回国后做好交接工作 等你哪天证明状态回归 我自会安排你做重要的事 我听老板的安排 吴赵红你眼下吗 我可是忠心耿耿 你却重用一个叛变过来的狗叛徒 有你哭的时候 吴总 紧急情况 乃密带人去了七号别墅 他去干嘛 难道那件事被发现了 可他前几天还带我去红烂漫潇洒 不应该管那么严 要不过去看一下 七号别墅下面还藏着东西 被发现得挺麻烦 不对 搞不好他是冲那些东西去的 好你个乃密 越来越不讲规矩了 我们过去 此时乃密已经跳进了李文涛挖的坑 带着大队人马在吴赵红情妇的别墅外 你的情报来人可靠嘛 出了岔子会很麻烦的 吴赵红有个心腹叫陈欣 前两天在一起吃饭 他喝多了跟我说的 别墅里住着吴赵红的情妇 他把全部重要文件都放在这 那就难怪了 我妹妹作为她的枕边人 却从没见过她的境外账户 交易账本等物品 原来玩得金屋藏娇 感情她一直防着我 让下面的人准备冲进去 将军 直接冲进去好吗 又不用温和点的手段 比如晚上派人来搜 你个马后炮 有想法怎么不早说 我这么大阵仗肯定惊动了妹夫 等晚上再来 黄花菜都凉了 得罪妹夫也不管了 最近跟她要点军费推三组四的 等我拿下她的账户生意 就不用受制于人 之后再送她跟我妹到安全的地方生活 也算对得起她了 将军 突不得 快做抉择吧 行动 乃密将军一声令下 几十人冲进别墅内大肆翻找 吓得吴赵红的情妇美滑瑟瑟发抖 可乃密还没翻完别墅 吴赵红便道 乃密 你什么意思 妹夫 你说跟你文桃有仇 我帮你对付她 李文涛的情妇 她是我的秘书 你扫我的别墅对付李文涛 这又是什么操作 嗯 你的别墅 听到没有 这是我妹夫的别墅 你警报工作怎么做的 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将军 吴总 对不起 我也是想帮你们的忙 才会把信息搞错 保证不会有下次 接着言 整个别墅都被翻乱了 要说不是在找东西 我都不信 乃密 我还能相信你吗 幸好妹夫来得及时 不然又得酿成误会 到时候就解释不清了 我是真的想帮你 自家人 说开了就好 反正此处也没什么重要东西 梅花 收拾一下 这 吴总 妹夫 那我就先走了 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重创李文涛 吴总 东西没被发现 也就我们来得及时 若是让他们多翻找一下 真不好说了 暂时不要有动作 等过段时间转移出去 可他是怎么知道的 两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所想的根本不是一件东西 只能说是巧合 而此处的消息很快传开 李文涛在知晓后 迅速向陆菲汇报 哎呦 哈哈哈哈 好 什么是那么高兴 说出来也让我高兴下 好事连连 第一 往后吴兆红在国内的古董生意 将由卓勇主导 第二 涛子那边离间级成功 乃密和吴兆红产生间隙 如今涛子压力大减 涛子在那边应该可以稳住局面了 前几天他还打电话跟我要武器 我托关系搞了一批过去 足够装备一个加强连 他招兵买马是好事 等有一天足够强 就不用再看奶蜜脸色 可不 那边拳头大就是道理 要是涛子真能打下一块地 我们也能多条退路 涛子肯定可以的 如今我最担心的还是任总那边的房地产 总感觉扑数迷离的 我看不太清 希望三巨头和刘氏兄弟的矛盾赶快急发 如此任总才有机会发展 快递那边也不太对 周文斌一直没动静 感觉不应该 他应该是在憋大招 准备给我个大大的惊吓 还是得去跟董伟交代几句 陆飞准备去快递公司看看 却接到陈永和的紧急电话 他在权衡利弊后 只得秘密前往东广省 你在电话说十万火急 我倒要看见到什么程度 陈发那个混蛋变本加厉 刚说完要八成利润没多久 如今又跟我要公司账本 应该是看到你公司的效益起来了 打算全盘接手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我不想把公司交出去 但他背后的人是军方大佬 我该怎么办 要就给他 这有什么 是我换厅了吗 陈发又不来公司对账 你交个假账本过去 短时间内他发现不了的 先稳住他再说 可终有一天会发现的 到那时又当如何 发现就发现呗 你跟他迟早有一天要撕破脸的 只是不能那么快正面冲突 另外你尽可能约他见面 到时候我有办法收拾他 见面就能收拾 不知陆总有什么高张 这个先不跟你说 免得见面的时候你露出马脚 你就用假账本又打见面 我试试吧 陈发出来后格外小心 连打电话给我的号码 都是一字一换 谈妥后再联系我 另外我的分红 打到这个境外账户上 好的陆总 我这就去联系他 陆飞谈妥后返回复城 去见了董伟和李志良 只见董伟都快急哭了 陆总 快递行业大变天 飞与快递这次难了 是啊 风顺的这个网站 搞得大部分快递公司的收益 都大幅下降 评计还挺严重的 详细说说 就在半天前 猫宝网购平台突然宣布 为了提高服务顾客水平 为了让顾客包裹安全 往后猫宝平台的包裹 全发风顺快递 飞与的业务瞬间减少大半 因为我们飞与 大部分都是电商舰 还真是个惊吓 周文斌果然有一套 一动手就扼住我的咽喉 从根本上发动商业攻势 陆总 火烧没毛了 你一点都不慌吗 慌什么 等着看好戏吧 风顺送货上门 需要的人工费不少 如今他们垄断猫宝的物流 导致包裹数量激增 我再给他们加把火 就风顺现在在三四线的 物流基础设施 看他们怎么办 明白陆总的意思了 包括长时间不能送达 顾客就会不满 而向商家投诉 商家肯定会向猫宝平台施压 而平台考虑自身利益 肯定会放开合作限制 那周文斌岂不是瞎搞 也不能说瞎搞 只能说他们急了 缺了点大局观吧 或者评估失误了 听到陆总如此分析 我就放心了 我们正好休息几天 让他们折腾下 这几天做宣传工作吧 就说飞与快递包裹 陆哥时间到了 他应该到地方了 行 你们做好工作 我还得去见其他人 刘总的状态不错 看来最近产业发展挺顺利的 自从上次听了陆总的建议 我回去后一顿整改 之后应付用户猛脏 而且还能留住人 更重要的是 没什么竞争对手 如今局面一片大好 有想过在平台 开网购模块吗 就像猫宝一样 挣商家的钱 这样才挣得多 想过 但觉得不现实 会不会走太快了 刘总这是缺乏资讯 用户流量就是麻烈 而且卖东西也能吸收用户流量 你是不是打个折 搞个红包活动啥的 用的人不就多了 陆总一言点醒梦中人 可启动一个新模块 前期需要很多资金投入 近期平台是赚一点 可是不够啊 我们一人投意 你的耐意我借你 以前的股份占比不变 陆总大意 这份情我记心里了 怎回去马上策划 尽快让电商模块运行起来 不过我不能保证能运作起来 还得让团队评估一下 试试吧 当下是个机会 因为我收到小道消息 由于猫宝平台决策失误 最近可能会有一批电商跳出来 由于猫宝横插一脚 陆飞只得布局一起对付 而周文斌还没意识到危机 正跟猫宝高层交谈 孙副总 这次的是多谢了 说什么谢不谢的 你同意少十个点物流费 又给我准备一份大礼 我没理由不答应 礼上往来不值一提 孙副总喜欢就好 往后大家精诚合作 大把的马内等着咱们转 周总所图不小啊 我有件事跟你商量 如今猫宝全部物流归风顺 大把的马内往你们口袋钻 刚刚我们公司开了紧急会议 我方希望再降价十个点 这就开始敲竹竿了 也没见你们给商家降物流费 我先忍着 等我拿下飞鱼笨鸟 击打几家大物流公司 形成行业垄断 再来收拾你 再降十个点 你们的利润还是很大的 不知周总考虑好没有 嗯 行 孙副总帮我大忙 我自然不会让你在公司难做 对吗 互惠互利 往后电商物流行业 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周文斌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殊不知他们将面对残酷的现实 接下来的半个月 风顺感受到来自包裹的压力 因为他们根本运不过来 导致大量包裹积压 包裹损坏 搞得猫宝高层焦头烂额 东伟 老李 你们看到没有 其效果了 陆总手段高明 可猫宝还是没找我们 最近飞鱼和几家兄弟 快递公司损失都不小 不会出意外吧 是啊 效果是有 但就是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多久 男人重申空手套白狼 联合其他快递公司抵御猫宝 对方只得放下身段上门道歉 却被他索要一亿五千万 商业斗争 风险与机遇并存 只要走错一步 便是万劫不复的下场 所以我每走一步都很小心 你们也要沉得住气 不要没看见成效就慌 也可以明确告诉你 此次的布局是没问题的 木格为了加大风顺的工作量 还发动三家快递公司服务网点负责人 让他们帮忙找人刷单 在猫宝上买完东西到了又退货 半月来的有数千万单 这还在13年 全部快递业务量也就91件出头 平均半月接近4亿 我仅在猫宝上就交了数千万单 风顺吃不下的 我也听说了 最近风顺大量招人扩服务网点 可还是忙不过来 搞得不少电商意见很大 可是 有话你直接说 别吞吞吐吐的 只是包裹少了 我们最近一直在亏损 吉达和兔子等快递公司意见很大 不想再继续下去 他们就是变数 关键时刻可别给我掉链子 算了 我还是亲自叮嘱他们 约徐明浩和黄红发过来见我 马上安排 各把小诗人就能过来 周总 我被你害死了 你承诺过能吃下所有订单 结果包裹堆成山头 你们三四线的服务网点不完善 还望运输车里装过多的包裹 导致包裹变形破损 我们的投诉电话就没停过 我们已在扩服务网点 购买运输设备 还招募了一大批工人 可有件事很奇怪 这般远毛宝快递急增数钱满店 数是超出了我的预算 不要岔开话题 我就问你一句 积压的包裹需要多久能全部运出去 运送中破损的包裹你什么时候赔偿 我得回去开会研究 争取尽早给你答复 别在这糊弄我 你如此说就是解决不了 我给了你天大的资源 可你没接住 我发誓一定把这件事摆平 我要的是清单报表还有准确数据 可你什么都拿不出来 那几位不愿拿平台冒险 你好自为之 有什么了不起 还跑来我家装插 要是再慢走一步 看我不收拾你 闭嘴 你还敢乱说话 成天就知道瞎逛 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你不让我管公司失误的 我都没参与 出了是不能来赖我吧 还敢顶嘴 信不信我用八屁狼抽你 迟早被你气死 我肯定不是轻生的实锤了 有火气全往我身上撒 活到这么大挺不容易的 还像棒锤一样处着 去车 送我去公司开会 猫宝和风顺被陆飞搞得焦头烂额 两个公司的高层天天开会 却想不出破解之法 另一边陆飞也没闲着 正在点蒙要洗脑 听说你们要向猫宝妥协了 陆总 公司已亏损半个月 股东们意见很大 外加猫宝向几个大股东示好 我有些顶不住压力 我这边情况也差不多 服务网点的人意见更大 说是我们不做快递生意的话 他们要卖货车了 所以这个时候最关键 一定要撑住了 若是我们真送了气 会输得很惨 往后都得被猫宝和风顺拿捏 永无翻身之日 陆总你说的我都懂 可真的很难撑下去 最多三天 猫宝肯定妥协 你们急 他们比你们更着急 因为猫宝短时间内 找不到物流公司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也只能舍命裴君子了 陆总你可别恳我 陆总 猫宝孙空童要见你 你们看到了 都不用等三天 猫宝已经坐不住了 让他进来 陆总见你一面可真难 前台非得让我预约 黄总徐总也在 原来你们躲在这开小会 怪不得没大型物流公司搭理我 孙总说笑了 猫宝将快递包裹 全交给风顺 我们没事干 就聚在一起喝茶 孙总 你找过来 应该不是闲聊那么简单吧 付的 付的 我是来告诉各位好消息的 从今日起 猫宝取消物流公司限制 还是像以前一样 由电商自己选择快递公司 陆总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哦 猫宝一句话 我们挨饿半个月 损失了很多马内 难道孙总一句话就完了 那陆总的意思是 由于猫宝上次野蛮的处理方式 给我们几家公司造成损失 所以你们得进行赔偿 就赔每家公司两个亿吧 陆总的无理要求 猫宝是不会答应的 我的条件不会改变 孙总请回吧 评说由于包裹的物流问题 猫宝有不少电商外流 万一有人趁机发展电商平台 嗯 你在威胁我 算不上 只是给你提个醒 免得你走错的 别包裹物流问题 算了 五折价答应他 先解燃眉之急 等风顺那边建构服务网点 以及准备好相关设备 再把他们一脚踢开 两亿太多 我只能给一亿 对少一亿五千万 否则不用谈了 好 成交 赶紧让你们的物流网络动起来 王洪发和徐明浩也能拿到好处 两人都乐辟了 陆飞倒是平常心对待 而且效果没达到他的预期 之后他准备去找刘一帆商量 另一边 不堪重负的何嘉宏 终于放出大招 何总 公司都快破产了 怎么还有空过来找我 哈哈 打给你爹许老财 你不够资格跟我谈 公司都快没了 你还跟我装什么 最讨厌你们这些高干子弟 求本事没有 就喜欢成天白谱 可你爸早下来了 我再说一遍 让许老财来见我 否则你们整个房地产公司 都得完蛋 他样子严肃的有些吓人 看来不像有假 难不成手里 真有我们老徐家的把柄 你在这等着 我这就打给老爷子 我爸没空过来 你有话在手机里跟他说 徐伯父 我爸托我给你带句话 有些事不是做过就算了 有些东西他一直在呢 启明搞什么东西 他说过不提那件事的 别忘了他也有份 我爸说无所谓 原本我也不打算就是重提 可你儿子逼得太紧 这就怪不得别人了 生意场上的是没有对错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你想如何 三举头停下对我的打压 恒应家园赔偿我最近的损失 你在白日做梦 这是不可能的事 好 我答应你 但只能这一次 以后再敢拿这件事来要挟我 我带上你爹一起杠 居伯父 得罪了 差一点我就能击溃何家红 没想到他手里经握着王炸 直接威胁我父亲 何家红离开恒应家园大楼后 三举头停下对他的打压 这让任长青坐不住 三举头停下攻势 何家红还没有破产 更要命的是刘氏兄弟没动作 事情发展已偏离陆总的计划 徐明昌肯定要来拿地 我们到时候给不给他 若是不给 他能轻松毁掉我们的房地产公司 给他也没用 何家红和刘氏兄弟会对付我们 一样是绝路 陆总说的没错 走错一步万劫不复 我们现在撤离房地产行业还来得及 变卖所有资产 能够勉强保本 不行 我们不能退 陆总的意思很明确 要在房地产行业打造出一个万亿企业 他想要的绝对不是保本 我懂 可就现在的局势而言 我们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这是必嘎之局 我们在夹缝中求生存 只要周边环境改变 夹缝中的所有生命都得完蛋 不行 只能找陆总了 刘总 也过了些日子 电商模块搞出来了吗 陆总 我们这方面的人才有限 暂时还做不出来 另外我低估了电商模块的搭建 两个亿完全不够 是我辜负了陆总 不行吗 你说的这两个问题倒是不难解决 等我加大投资力度后 或许可以试试 还是不行 短时间内发展不起来的 还是低估了猫宝的影响力 这段时间猫宝物流风波 我们宣传招募电商 但询问的电商没有达到预期数量 这个需要应付有足够的影响力才行 需要长时间发展吗 有了 我想到个法子 能够快速做出一个强大的电商平台 以后的市值甚至能达到万亿级别 又是万亿企业 我的字节应付陆总也说万亿 说的不会是樱花币吧 陆总 能给我透露一点吗 我准备建的电商平台叫比兮兮 走下沉市场目前 电商方面 要让电商图变化 用户方面 要让他们感受到低价的实惠 具体方案我还得回去思考 下沉市场才是真正的主流市场 毕竟富人的钱难赚 陆总 那两个亿资金 你留着做流动资金吧 欠我的一亿急的还 之后陆飞回到家中 认真研究其品兮兮的运营模式 结果半天研究不出什么来 陆哥 任总过来了 他的脸色很难看 铁定遇到了大事 三句头收手 房地产行业变故 我已经收到了消息 就是他不来找我 明天我也得去找他 任总进来吧 来我家还客气什么 陆总 我们的公司麻烦大了 三句头 我都听说了 事态发展便利预定计划 但你也不要紧张 我们稍微变动下计划就行 难道陆总还有办法挽救 办法是有的 接下来流失兄弟会入局 房地产之争将进入下个阶段 届时双方势均力敌 才是我们发展的最佳时机 可我用两块地细耍过双方 他们怕是会先灭了我 那就再细耍一次 接下来你去投靠徐明昌 让王复健去投靠何嘉宏 但是公司不能拆开 就说彼此的坏话 都说想加入他们的阵营 但另一个人反对 在此过程中 你们尽可能多地买地 开发的事以后再说 如此一来 双方都不用得罪 还能从中谋取好处 可只买地不开发的话 会缺乏后续资金 我转5亿给你先用着 后续资金我来想办法 加上之前陆总给的 应该能用一段时间了 也别总想着花马内买地 在他们的阵营中 能要就要 能骗就骗 别不好意思 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我尽量吧 记住空手套白狼才是王道 另外我听说 刘氏兄弟入局房地产行业了 已对三巨头 逼快动手 开始查各种资质 不过是个开始 他们会都很长时间的 任总按照我刚才说的计划 安心发展吧 陆飞继续研究品兮兮 而他不想把这个产业 弄在自己名下 却物色不到合适人选 也是一阵头大 另一边 卓勇和洪伟强已回到古董店 红伟强 少在我面前阴阳怪气的 你得认清楚现实 如今我是你的上司 说话的时候注意点 哼 你跟我装什么 当年要不是我跟着老板发家 能有现在的古董店吗 好汉不提当年用 你要有一件 打电话跟老板说 好 算你狠 新红古董店的所有事物都交给你 我钓鱼去 那最好 看在同位一个老板做事的份上 我不会客扣你工资的 肯定是他给我下套 可就现在的证据来看 我是有嘴都说不清 但你给我等着 迟早要你好看 这下巴了 店里古董都是我的 古兆红怎么也想不到吧 会彻底落入飞鸽圈套 正好看一下店里有些什么宝贝 古副会长无事不登三宝店 有话还请直说 这是得从三百年前说起 古副会长 大家时间都挺宝贵 要不我们长话短说 我们古家的船是珍宝仙人之眼 一师在外 若来兄弟看到了 还望通知我 老师 我看到了一定告知 不知那东西丢多久了 还有具体是什么东西 哪有叫仙人之眼的东西 那是一枚至纯的莲花天竹 我们先祖叫它仙人之眼 三百年前 祖先带着仙人之眼下墓 后来便雷奥无音讯 我们一度将悬赏金提到八亿 可依旧没人能找到 乖乖 八个亿 看来这是得通知路总 要是能找到 又是一大笔马内 男人重申空手套白狼 要利用超前信息创办品细细 试图打造华夏第一电商平台 哦 长青 你那边又有新情况吗 陆总 大新闻 刚才古董协会的副会长找到我 让我帮他留意仪式的传家宝 悬赏金高达八亿 给那么多 东西应该不好找吧 据说是在三百年前丢的 仪式在一个不知名的墓里 沧海桑田 还找个锤子 你看看热闹就好 还是把精力放到古董经营上 别整那些没用的 我能分清轻重 这不是想起陆总能掐会算 看你能不能找到东西 毕竟我们现在缺流动资金 我又不是算命的 还有是忙 挂了 我说的是超前信息 还真以为我什么都知道 老公 你忙什么呢 把自己关在这里一整天了 是要转型当宅男吗 才半天吧 陆飞你真够值得 小军解释寂寞了 想你多陪他 导演又拿我开玩笑 我是怕他在屋子里变坏了 话说那你到底在干嘛 我在研究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等他为事后 市值绝对能超越猫宝 加班 猫宝可是华夏第一电商平台 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陆飞 你的商业才能无与伦比 但我站小军姐这边 我的说法是很疯狂 让你们难以理解 日后你们会看到的 好好 我信你 可你怎么还是满脸愁容 我想把它做成一个独立的公司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管理人选 老公 你看我行吗 能力肯定没问题 可你也知晓有人盯着我 我不想被他们割韭菜 既要有管理企业才能 又得跟你不算太亲近 最重要的是人要可靠 似乎能用的只有一个人选 婷婷 其他人似乎都没空 哦 这可是你们说的 那我去找他商量一下 全是套路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去哪了 去吧 你要是聊得高兴 在那过夜都行 请老婆大人放心 我今天肯定回来 陆飞忙着筹剑拼兮兮时 房地产行业的风波愈演愈烈 政界四大佬只得再次开启小会 家里 最近你们兄弟的动作有些大了 建峰直指房地产三巨头 搞得房地产行业有些乱 乱就乱吧 不破不利 三巨头的时代该过去了 房地产这一块 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说 这行业蛋糕太大水太深 我们也未必能把握住 差不多行了 万一房地产真乱套 会影响财政收入 我的工作将很难开展 家伟 手下留情啊 嗯 听你们的说辞 怎么像是我做错了一样 之前我弟就要个面子 可徐明昌不给 那我肯定收拾他 让给他指导 商人在我面前提都不是 嗯 家伟 我们四个一条心 绝对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有人不听话 你收拾没什么问题 但动作稍微小点 不然大家都挺难做 我也是这个意思 况且房地产三巨头背后有人 你太激进的话 对自己不好 借大家关心 我会听取意见的 最近忙房地产的事 不知路飞什么个情况 他最近很活跃 扩大了公司规模 飞与快递 又上好几个新台阶 可我还是觉得不对 他的能力不应该只有这么点 或许是你高估陆飞了 他以前再怎么厉害 也跟现在没关系 接下来聊点其他的 在我的中药里下毒 真可恨 事情查清楚了吗 大姐 下毒的人已经抓到 我安排的人审问 应该很快会有结果 必须问出幕后主使 对方能请杀手榜第十五 毒蛇蝎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 跟此事有关的人员都得嘎 的确不该放过 他们是个雄心豹子的 竟敢对大姐动手 不过我怀疑 怀疑谁就说出来 然后去查 我无法精确到个人 但应该是内部人员所为 而且是高层 不然毒蛇蝎无法突破层层安保 潜伏到侠姐身边 嗯 内鬼引外鬼 是我晋升太快了 有人不服吗 你去调动全部人力资源 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此事 我这就去吧 人不狠站不稳 此事不管是谁指使的 我都让他归西 杜霞那娘们刚遭到暗杀 差一点他就凉了 真是可惜 不知是谁胆子也够大的 连杜霞都感动 他身边的高手可不少 而且他手段狠着呢 我们最近都担分点 免得他借题发挥对我们动手 阿贵 你平时话不是挺多的 今天要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吗 我心里慌得一批 还说个毛线 前几天喝多了 随口说杜霞该死 他们几个不会是动手了吗 希望不是 否则我麻烦大了 我想到不开心的事 不是太想说话 刺杀杜霞一事 难不成是你派人做的 我可听说了 他最信任的心腹 在调查自己人 话可不能乱说 我又没缺跟金 不会做那种无脑之事 嗯 没做过最好 若做了得赶紧擦干净屁股 真被查出来 一顿酷刑肯定少不了 甚至被嘎了都有可能 他现在是什么都敢做的 那娘们的确不好惹 我们还是聊聊路飞吧 最近他在快递市场很活跃 而且跟他相识的李文涛 在清迈也有所动作 总觉得他在酝酿什么 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但终究是死了 我觉得没必要过多关注 刺杀风波未平息 我们近期不要有所动作 路飞醒来后失去所有财产 很多人已经没把他当回事 另一边李文涛却遇到了新麻烦 李老板 听说你的厂子最近不安宁 老有人去搞事 需要我帮你看着吗 安不安宁 你心里没点数吗 派人去我厂子里闹完事 又跑过来问我 还要点碧莲布 也还好吧 乃密将军知道的 清迈这地方的治安就是如此 我早就习惯了 听李老板的意思 是怪我管理不利吗 不不不 绝无此意 我只是陈述真实情况 主要是这地方环境使然 哈哈开个玩笑 李老板不用紧张 看你的样子也挺哭闹 不如你过来替我做事 往后厂子铁钉没人挑事 不合适吧 乃密将军应该清楚 我跟吴兆洪仇怨不小 没法在一起共识的 不用在一起共识 往后你们个干个的都见不上面 我也不逼你 给你一周时间慢慢考虑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乃密将军慢走 我会好好考虑的 乃密走后李文涛 立马找到乔丘明说明情况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老乔 就是这个情况 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 乃密的意图很明显 他想吞并我们的产业 按得来不了 他现在把事情摆在明面上 逼你做选择 怎么会这样 他刚跟吴兆洪产生间隙 应该被锁势缠身 没理由来找我麻烦才对 别墅事件后 吴兆洪似乎消失了 我猜测 他已减少被乃密的军费支付 才搞得乃密像恶狼一样 猴腾 反而对付其他人 事已至此 还是想想应对办法才是 我决定布局 进一步接近赛门了 看能不能从中周旋 往后一段时间就回不来了 那你自己小心 最近沙瓦新招募到一百多人 我必要时还能应付一二 沙瓦这支骑兵 要隐藏好 必要时能起到奇效 我们想在这地方壮大 不容易 得用命搏 吴总最新消息 乃密去找李文涛谈话 据说在拉拢他 哼 乃密想干什么 不知道我们是同水火吗 之前让他对付李文涛 他出攻不出力 就知道跟我要好处 如今更过分 拉拢我的对手 乃密早已不是当年的 落魄将军 靠着吴总的扶持 他现在兵强马撞 不会再完全听吴总的话 你说的没错 人都是会变的 那李文涛答应乃密没有 暂时没有 乃密给了李文涛 七天时间考虑 不过是时间问题 乃密是想逼我给军费 还是想拉拢李文涛制衡我 这值得深思 吴总 需要我做事吗 去清除一些障碍 算了 现在不宜随便出手 先看看局势再说 国内古董生意什么个情况 卓勇主导生意之后 收一额中规中矩 没任何异常 感觉不对劲 红伟强主导古董生意的时候 就一堆麻烦事 卓勇接手却风平浪静 哦 依吴总的意思 难不成卓勇是内鬼 只是起疑心而已 你打给红伟强 让他盯死卓勇 真是狐狸肯定会露出尾巴 如此两人必然激化矛盾 内耗不好的 作为管理者 不怕属下闹腾 就怕属下一团和气 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当下的局势 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 各方军有自己的谋划 只要被他们逮到机会 肯定干死对手 陆飞则在为他的拼兮兮忙碌 婷婷 答应我的提议 往后你就可以跳出去单干 能独自管理一家万一企业 还在犹豫什么 刚 臭陆飞 总算来找我了 姑奶奶我肯定不能答应的那么爽快 总觉得你在忽悠我 况且现在帮我爸 打理房地产事务 也挺好的 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和当公司总裁 做个秘书还差不多 太太微男的表情 感觉我老害他一样 可我身边能用的人不多 这还非得他来干 你听 我一直挺看好你的 可外面有不少风言风语 说你是富二代 靠爹 但我不认同 嗯 我是呀 我说你话题终结者吗 哪有这么聊天的 不管 这件事只能交给你来做 就当是帮我的忙 你早该这么说 要本小姐帮忙之说嘛 可你讲的品汐汐是什么东西 我脑子里没多少概念 品汐汐是个电商平台 它主要有两大优势 对商家来说 可低门槛入住 提供需求信息 聚合消费者需求 对用户来说 能够低价购物 赚取外款 团购和砍价 而目前的猫宝不具备这些优势 所以平台一旦启动 便能快速发展 嗯 没了吗 做好笔记 老乌课堂开课了 接下来我要说的全市商业机密 我听懂了 似乎也没多难 核心要点为 一是组建团队 二是推广平台 三是走下沉市场 四是打架格战 薄利多销 你能给我多少创建资金 我找你办事 肯定是带着诚意来的 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不过要记得 后期我们这个平台玩的是资本 不断融资 前期启动倒是用不了多少 给我八千万够了 那点钱太慢 我想让平兮兮在医院内 变为白衣企业 又需要多少资金 一个月嘛 最少也得十亿 要是顺利的话 翻十倍不成问题 但是太冒险了 失败就得亏十亿 没这么做胜利的吧 嗯 我也知道不合理 但之前跟毛宝闹出矛盾 他们不可能咽下他口气 迟早来报复 到时候飞玉快递 会再次遭受打压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平兮兮必须快速崛起 你看得真远 可十亿资金怎么办 我爸说如今的你也不富裕 我来想办法 回到家路飞 就让江龙联系上孙一剑 他估摸着现在只有太有闲钱了 一剑 你那边最多能拿出多少现金给我 之前是把比特币变现了 但价格掉了 我又重新买进去 现在手里只剩三亿 本打算炒期货啥的 三亿米金吗 不 华夏币 路总要是急需现金 我再套点出来 不用了 把三亿转到那个账户上 其他资金继续炒比特币 还差七亿 可其余人资金都不够用 根本挤不出来 对了 长青说股价的传家宝 只能碰碰运气了 路飞实在筹不到资金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 虚无缥缈的可能上 而这时卓勇给江龙打来电话 路哥是卓勇的电话 免贴 飞哥 新红古董店 要一次全部搬空吗 你继续潜伏不要暴露 红尾强有什么异常吗 他好像摆烂了 每天不是钓鱼就是泡妞 如今吴兆红在国内的古董生意 我说了算 你别急着膨胀 这明显不正常 以红尾强的心性 你觉得他会自暴自弃吗 他是在等你犯错 想给你致命一击 多谢飞哥提醒 我以后会加倍小心 谷家找传家宝的事 你应该知道了 有眉目吗 没那么巧的是 不过我这边有仙人之眼的线索 等下发给飞哥 有线索就好 起码不用大海捞针 据说对方脾气有点怪 若飞哥寻过去 还请小心应对 男人重生空手套白狼 无意中买到假古董 又转手将假古董卖出 他含泪赚了五个亿 陆哥 你要找的人就在前面 其实这种小事我来处理就好 用不着陆哥亲自过来 此事关乎拼兮兮能否快速启动 不能出任何纰漏 必须拿到仙人之眼回去 换取八亿玄赏金 从他说的那些话来看 怕是不会顺利 那边有人吵架 好像是拆迁队和住户 哦 暴力强拆吗 走 过去看看 说不定有男人的线索 拆迁队和住户吵得很凶 而且双方手里均持有棍棒 谁放个响屁都能打起来 我堂哥可说了 午夜十二点前必须全部搬走 不能影响明天正常施工 咳 怎么个办法 安置房没建好 该赔偿的拆清款一份没有 让我们搬走住呢 经过合同的 至于你们的安置问题 去亲七家凑合几碗不就行了 等拆迁款下来 你们存银行吃利息 天天住酒店都行 岂不没灾 没你个大头鬼 隔壁城中村就是甲红地产开发的 都过去大半年了 他们一个子也没拿到 不少人还住桥洞呢 老头 那你怎么才肯搬走 先给一半赔偿款 或找地方安置我们 我和大伙就搬走了 洛西 老东西你带头闹试试吧 知不知道枪打出头鸟 别以为你年纪大我就不敢收拾你 你们分明要强拆 还用假额头来骗我们 如今还想动武 大伙搭不答应 不答应 看着架势他们真敢动手 我这点人怕不够看 得先镇住场子 你们动手就是寻衅滋事 到时我抱PC把你们全抓起来 太欺负人了 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都让让 请问谁是吴阿狗先生 我是 你是谁 找我干嘛 我们老板有事相谈话 能否找个安静的地方谈两句 嗯 你老板谁啊 何家红吗 你又是哪根葱 哪两款哪呆着去 别赖妨碍我谈生意 我今天不是太想动手 滚 呦 我这暴脾气 今天给你脸了是吧 兄弟们弄他 你何苦为难自己 将龙以雷霆之势出手 就盯着合成风锤 很快将其打成猪头三 他带来的人见情况 不对也撒腿就跑 你打我 连我妈都没打过我 知道我堂哥是谁吗 不就何家红 没什么了不起的 前段时间的房地产风波 差点被灭掉了 陆飞 你来此处做什么 你管得着吗 他给何家红 我有话跟他说 陆总都发话了 我马上打 说着合成风便拨通了电话 并快速地这边的情况说明 陆飞 你什么意思 不在富城好好待着 大老远跑过去拆我台事吧 哼 你的人要强拆我亲戚房子 收拾他一顿有问题吗 哼 陆飞 如今的你不过是个别搅货 你没法与我抗衡的 劝你最好识相点 听你这么说是要逗一下 如今我只有一家快递公司没错 但真加入房地产争斗阵营 你扛得住吗 你威胁我 没错 就威胁你 你能如何 算你狠 这个结果眼上我不跟你斗 但这笔账我记下了 成风带人走 和成风带人灰头土脸地离开 在场的住户则欢呼雀怨 而化解麻烦的陆飞 受到极高崇敬 陆先生是吧 实在太感谢了 刚才若飞你出面化解 今天都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顺手为之罢了 我今天来找吴老先生 其实有一事相求 陆先生言中了 求自万万用不得 您尽管开口 能帮的我一定帮 把仙人之眼卖给我 你开价吧 陆飞说出要买仙人之眼后 足足半个小时 吴阿狗愣是不说一句话 不是 吴老先生 你卖不卖一句话的事 总不能让我们在这干等着 那言是不祥之物 自打我太爷得到后 吴家是一天不如一天 留在我这没用 我时间紧迫 没太多时间听你讲故事 这个数如何 一千万吗 成交 那么今天干嘛 我说的是一亿 看来他们无家 完全脱离国董行业 消息十分闭塞 算了 我还是尊重卖主的意愿 龙哥 替我开张一千万的支票给他 千万巨款 多谢陆老板 算我欠你个人情 需要帮主随时来找我 龙哥 拿上东西走了 陆飞带上仙人之眼离开 准备去谷家拿悬赏 而另一边 房地产之争拉开新序幕 王复健和任长青 也展开了计划 鹅总 往后我跟你混饭吃了 还请你多照顾 好说好说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过入伙这种事 哥以前是要纳投名状的 哦 不会要带个人来嘎了吧 哈哈 你电影看多了 我这个人最看重诚意 你是不是要有什么东西要给我 鹅总的意思是两块地皮 对 你果然上道 一点就透 拿出来往后大家就是自己人 你应该能看清眼下的局势 我有刘氏兄弟 以及我爸的老兄弟们支持 已经能跟三句头斗 鹅总的话一点没错 可东西在任长青手上 我暂时拿不到 哼 你什么诚意都没有 还约我出来干嘛 树不奉陪 鹅总不要急 我回去卧底任长青 希望鹅总助我拿下他的公司 到时候他的地全是你的 毕竟这种事我也不是第一次干 要他的说法 虽然要的时间周期长点 但两块地最后还是我的 而且我跟三巨头斗区炮灰 又收他做马前卒 没用的时候再一脚踢开 行 收下你了 你就先回去吧 等需要做事的时候再通知你 王总 你那边办妥了吗 完全没问题 如今的何嘉宏挑得一批 没把任何人放在眼中 你那边呢 徐明昌也没说什么 由于刘氏兄弟在土地上做手脚 查封三巨头一批不合手续的地 他们已感受到压力 正需要盟友 我就顺理成章地加入了 不过徐明昌跟我要那两块地皮 我说在你那 何嘉宏也跟我要了 我同样说在你那 只要他们不和好 我们的事就不会穿帮 接下来应该能安稳度过一段时间 尽可能买好路段的地皮吧 但一定要注意手续合规 不然以后挺麻烦 但是安全了 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 对了 婷婷怎么离开了公司 我们这时候正缺人 是陆总的安排 她要让婷婷独自成立一家公司 并且独立在飞语快递外 说是搞电商 叫什么品兮兮 光是前期投入就有要十亿 陆总好大的手笔 可她哪来的巨额资金 要知道金石不同往日 她手里的资金也是紧张的 陆婷婷说陆总能搞定 我们就别操心了 还是想一下自己接下去怎么发展 没错就是她 我们谷家的宝贝 仙人之眼 哈哈 找到了 谷夫会长高兴吗 高兴 相当高兴 多谢陆总带仙人之眼回归谷家 往后那你就是谷家的朋友 需要帮忙一句话的事 怎么还给我画鸡饼了 难不成他也想控制他呀 副会长要是喜欢的话 那八亿悬赏可不能少 我们买仙人之眼的时候 可是花了大价钱 嗯 我谷家不是薄情之人 悬赏酬劳肯定是有的 不过最近家族资金周转困难 拿不出八亿那么多 哦 那你能给多少 八千万 还望陆总见谅 打一折 你这不是夸大宣传吗 龙哥 把仙人之眼砸了 给我当面砸 干 这是文物 是我谷家的东西 少在我面前耍横 你怎么证明是谷家的东西 给我砸 砸了挺可惜的 可没用的东西留着干嘛 等等停下 两亿 我只能出那么多 不行你们就砸吧 我来之前找人查过 谷家从事古董生意多年 挣了不少麻内 拿五亿出来不为难你们 别再挑战我的底线 看他的样子真敢砸 不过五亿有点多 那八亿本来就是噱头 难道找了三百年的仙人之眼 就要这样放弃吗 三 二 一 龙哥 腾脚 我心脏不好 你别这样吓我 一手叫麻内 一手叫货 赶紧别磨叽 好 马上转账 记得路总不做古董生意 怎么会知道圈内事 你为了找传家宝逢人就说 我知道很正常 另外我对古董生意没兴趣 别想他能坑到我 路总说笑了 五个亿啊五个亿 往后别让我逮到机会 否则一定要他好看 路飞拿到好处静止离开 只剩下生闷气的古百一 等回到家中别墅 将龙问出心中疑惑 路哥 为何你今天格外好说话 一下让出去三亿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哦 那我以前什么风格 就今天的情况 你起码得从对方身上 扒层皮下来 龙哥 其实那仙人之眼是假货 我们赚大了 啊 假货 不对啊 我跟你买到仙人之眼后 就直接开车前往古家 路哥什么时候掉包的 我咋不知道 况且邓大师也来不及造假 我们买到的东西 它就是个假货 不能吧 吴阿狗也不像会骗人的主 好端端的怎么就成假货了 你快点告诉我事情原委 不然我今晚睡不着 我们在半岛服务区停了一下 在我上厕所的时候 邓大师打给我 说真的仙人之眼在他弟手中 多年前邓敏心做曲骗吴阿狗的父亲 东西早在那时被调包了 我咋 还有这么多故事 那我们岂不是花一千万买到个假货 又把假货转手卖了无意 忽然感觉心里舒坦了 其实我起初想联系邓敏心 卖个真货给古家的 可他一直跟我扯皮 那就怨不得我了 若哪一天真假仙人之眼揭秘 希望古百一能停住 胡锡会哭晕在厕所 不非在东拼西凑之下 搞到十亿的拼西西启动资金 随后他通过隐蔽账户转给任婷婷 而任婷婷承诺在一周内开业 另一边 杜霞调查暗杀意识有了眉目 还要杀掉与之相关的所有 你确定了吗 就是那些人 基本上是确定了 但他们的参与程度还在落实 不过此次暗杀牵扯到组织高层 怕是挺麻烦 你有建议就说 在我面前不需要遮遮掩掩 我觉得打起的人力为的乐 非高层也能起到震慑作用 针对组织高层动手 只怕教官他老人家不高兴 还有云姑 他对二线后一直不安分 你说的人是朱桂 都说他喝醉了说出来的 才引发一系列误会 谁知道他是不是借酒装疯 而且从他的话中能看出 他对我不满 所以 参与暗杀的人一个不留 其中包括朱桂 大姐头 我错了 我不该酒后胡言乱语 被属下错认为任务 你一句话就完了吗 我差点嘎在你的胡言乱语中 想用三寸不烂舌嘎人 姓朱的你好本事啊 大姐头 真是误会 不过是我不 是我该死 我见大姐头年纪轻轻 坐上那个位置 才会心生极度 往后绝对不会再犯 知道自己该嘎 那自我了断吧 还是说要我找人帮你 我来送你上路 待会我下手快一点 绝对不会疼的 不要 饶我一命 往后我再也不敢乱说话了 笑笑 你力气太重了 对待自己人 没必要下这么狠的手 给朱桂个机会又能如何 再说是个误会而已 组织内对你有意见的人本就不少 你不可能捂住所有人的嘴 能捂一个是一个 朱桂策划要杆我 按规矩 我便能要他的命 动手 教官守令 闹剧该结束了 留朱桂一命 多谢教官 拿师傅出来压我 行 真有你的 但朱桂死最可免活最难逃 来人 拖下去受刑一周 至于其他参与者 嘎 笑笑 你什么意思 云姐 你要有本事 再找我师傅拿一道手令来 两人较劲上了 但杜霞手里握着实拳 云姑不满也只能靠边站 另一边陈永和接到了陈发的电话 让他把账本交给他 怎么样 考虑好了没 账本交还是不交 我交 不过账本的事关系重大 我不放心别人 我想亲自交到你手上 我们也很多年没见了不是吗 这样呢 行吧 我也见见你这个曾经的小弟 看看这些年有多少长进 等会我发个地址给你 自己过来 行 我知道了 挂完电话陈永和立马就打电话给陆飞 他需要陆飞之招 因为陆飞说只要能约陈发出来 他就有办法对付他 男人重生空手套白狼 不过是让人拍了几张照片 便化解了天大的危机 还把军方大佬搞得焦头烂额 一手操作令人称奇 只要他露面 我就能把他收拾到哭爹喊娘 哦 听到这话我就放心了 陆总要亲自过来主持吗 毕竟是观众大 出不得乱子 陈总你不用紧张 其实也没多大的事 反正你给的账本是假货 什么都损失不了 我这边还有其他事 暂时走不开 但所有部署都在我的掌控中 嗯 还是有点心里不踏实 陈发是我以前的老大 他对我十分了解 我担心会露出马脚 别自己吓自己 只要你把假账本交到陈发手中 其余是交给我 这个不为难你吧 行 终究是要面对他的 见面的时候就当心点 等知晓具体见面的时间地点 我再发给陆总 龙哥 陈发即将露面 你的人找好了吗 早准备好了 他们全是狗仔界的战斗机 而且我已派人去了东广那边 等陈发露面便会被钉死 后续的事就简单得多 那便好 纵使陈发背后是军方大佬又能如何 刚从耗子里出来 就敢开口要这样的 而且都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流程出来的 陆哥 我还有个疑虑 陈发刚露面就出事 他背后的人迟早会查到陈永和 万一他们发难 到那时该怎么搞 陈发背后的人是想要陈永和的产业 而不是捣毁 不到最后的紧要关头 他们不可能用过激手段 毕竟在他进去前这是个万一企业 只是给陈永和减了便宜 原来如此 那我去准备了 陆飞已设好套 就等着陈发往里面钻 他要让军方大佬不敢用陈发 而在遥远的清迈 李文涛正在发愁 距离达付奶蜜的期限越来越近 老乔那边又没动静 我该怎么办 奶蜜已经有所动作 他时常派人去查我们的厂子 说我们厂子不干净 由面粉交易 经好陈哥之前下过禁令 不许我们碰那些东西 要是被奶蜜找到借口 我们就麻烦了 除了奶蜜 还有个吴兆红 最近他有什么动静 都不知道人在哪 他像在清迈消失一样 还要放任奶蜜对付我吗 万一我投靠奶蜜 不知他又该怎么破 投靠奶蜜无意欲欲虎谋皮 我们的厂子迟早被他吞干净 我倒觉得可行 不如来个假投降 就单纯地放出投降消息 先看一下吴兆红的反应 我也是这么想的 姓吴的跟我谁火不容 若他知晓我投靠奶蜜 要跟他同一个阵营 那他肯定不会答应 说不定还会去找奶蜜谈 如此便能在无形中 加深两人矛盾 听陶哥这么分析 我也觉得可行 阿鬼阿元 传播消息的事交给你们去办 切记做的隐蔽点 被发现就没用了 将军 今早开始外面流传这一种说法 说李文涛要来投办 还有这回事 我怎么不知道 那应该是有人瞎咧咧吧 有些人总喜欢乱说 大舅哥 目前形势严峻 有些话我得跟你聊聊 妹夫我们自家人 你有话直接说出来 能帮的我一定帮 我们相识也有不少年了 当年我是落魄的丧家之犬 而你不过几十号人 还丢了地盘 咱俩一路走来 能有今天的局面不容易 是 这些我一直记在心底 实在不敢忘了 觉得你是可以托付的人 才把妹妹嫁给你 哼 那我问你 你明知李文涛是我的死敌 为何还要收他 我暂时没收他 不过也快了 主要还是军费问题 上次跟塞门军事摩擦后 我损失的弹药不少 需要不少军费来补充 但妹夫完全可以放心 我只是利用李文涛 嘴上说的热闹 还不是想要马内 他跟我果然不是一条心了 只想着扩充自己的军备 往后怕是要自己发展武装力量 军费的缺口有多少 我给你 大概三四亿吧 妹夫你是不知道 一颗子弹都得几块钱 这一锁子出去 我给你转两亿 必须在三天内逼的李文涛 无处可走 成交 等军费到战补充好军火 我马上对李文涛下手 我回去就转给你 还有你要记住一点 李文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将军 那我去准备人手 等吴总的马内到账 就去横扫李文涛的场子 稻子做主张 没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万动 终于找到发家致富的办法了 往后没有马内话 便用李文涛来威胁妹夫 让他时刻保持危机感 我真是个小天才 乃密和吴兆红已不在一条心 可乃密收了马内 便没有再将李文涛收入麾下 倒是让李文涛又一次 争取到喘息的机会 而在东广 陈发跟陈永和碰头 陈发表现得极其嚣张 永和这些年纠战雀巢 你的日子过得挺滋润 可我在里面就苦了 也不知道去探望我 大哥 我也想啊 当年你失踪后我还派人寻过 可一点音讯都没有 而下面又一堆兄弟等着吃饭 你让我怎么办 哦 听你这么说 反倒成我都不是了 脚地没那个意思 有些事来得太过突然 本就不存在谁对谁错 大哥 好一段时间没见了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都过去了 要是我想拿回公司 你会放手吗 陆总说的没错 他们就是从公司来的 可啥布局都没有 直接跟我说要拿回公司 不止也卖得太大了些 哈哈哈哈 大哥跟你闹着玩的 你答应给我八成收益 又答应给我账本 大家兄弟一场 我不能把你往死里逼不是 对了 账本呢 现在都是电子流水清单 我用手机发给你 一天是小弟一辈子都是小弟 霸占了我的公司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随便拿捏 就我背后那一位 不管哪个商人见了都得给面子 等我一步步踩时 公司最终还是会回到我手里 大哥 东西给你了 看一下还缺什么 暂时就这样吧 今天看到你很高兴 饭改天再吃 我有事先走了 陈发拿到好处乐呵地离开 没发现他早已经被人给跟踪 等他刚住进酒店 却被一群狗仔队以送餐的名义片开门 对着他就是一顿拍照 你们是谁 你们干什么 别拍我 滚 请问你是陈发先生吗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我最后再说一遍 滚出去 别问了 浪费时间 长得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他就是陈发 既然你是陈发 怎么会在这里 根据我的小道消息 你因为贩卖不合规汽车配件还有垄断 被判八年 没理由这么快出来 不知道别瞎说 当心我告你诽谤 我能出来是因为政策变动的缘故 之前我做的是不违法了 政策 专门为你而定的吗 看来陈发先生背景不小 不知靠山是哪一位 能把八年行期压缩成一年 应该是位大人物 混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你们故意找茬是吧 是谁派你们来的 我们来的人叫正义 哪里需要 我们就会在哪里出现 正义个屁 一群猪虫 再不滚出去 我要打人了 我刚从他的离开 就遇到这破事 南部城市永和搞的鬼 他到底要做什么 路哥妥了 狗仔拍到不少 关于陈发的素材 已全部发给我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把全部素材 发给自己英服的刘一凡 该他甚至留意了 八了 不知路哥到底要做什么 自然是搞出惩罚 让他无法顶替陈永和 一个人的名声真臭了 哪怕是他身后的军方大佬 也不会把他推到人前 哦 路哥妙啊 那些素材除了英服 还要发给其他电视台吗 用U盘拷贝下素材来后 匿名投放到各电视台线下邮箱 但我觉得没几家赶不到 我待会去办 但是动静闹那么大 陈永和不会被怀疑吗 肯定会 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陈发很快会麻烦缠身 他们短时间内 腾不出手来对付陈永和 另外 如果陈发不能公开接手公司 你觉得谁最合适 嗯 肯定是陈永和 毕竟公司在他的手中 发展得也不错 说不定陈发后面的人 会精致接近陈永和 到时我们便能掌握主动权 那不就行了 其他事以后再说 你先去办事吧 一定要让信息宣传到位 哼 谁让你露脸的 跟你说过多少次 没有得到我的许可别到处乱跑 现在搞得满城风雨 你高兴了 安爹 我只是想帮你做事 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 实在对不起 哼 一句话对不起就完了吗 因为你 很多人都陷入麻烦中 你告诉我怎么办 可事实就是 我出来是因为政策变动 百明恶有人造谣 你跟谁讲事实 有人会听吗 有人会在乎吗 如今很多人只愿相信 你背后的人耍了手段 导致你提前出狱 以后你的名声算是臭了 别想着出现在人前 可恨的陈永和 设计来陷害我 我与他事不两立 你现在毫个锤子 有半点用吗 而且此事不仅是陈永和参与 还有人在引导舆论攻击你 用的力度不小 谁敢在背后使万子 我一定要收拾他 让他后悔来到世上 别什么都来问我 要是我全不是都清楚 我养你有什么作用 干爹说的是 但多少得给点提示吧 字节音符 那个平台一直强推 关于你的报道 你可以从那查起 但有一点你记住了 我不养废物 我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王臣永和的人到底是谁 一出手就废了陈发 倒也是个人物 汤哥 干嘛闷闷不乐的 遇见什么男士了吗 老爷子吃憋 正在家里大发雷霆 我莫名其妙 被他臭骂一顿 你说这是给闹的 不能吧 以大伯的实力 只有他让别人吃憋的份 难不成是上头发飙了 这个不好说 我可不敢接老爷子的短 不然有我好受的 也对 不该议论长辈 那我们继续来聊陆飞 怎么又聊他 不过是一枚棋子而已 没必要浪费我们太多时间 你跟他为什么就过不去了 主要是事情太蹊跷 你们听我分析 前几天陆飞找到先人之眼 从谷家拿了武艺 可最近我听说 任婷婷斥巨资十矣 要打造一个什么平台 你们不觉得有些关联吗 你想太多了 陆飞和任长青闹翻 怎么可能资助对方的女儿 我查过任婷婷注册的平台 叫品兮兮 法人代表就是她 独资企业 陆飞脑子又没包 没理由一下子拿十亿给外人 毕竟她现在手里就那几个钱 她不敢冒这个风险的 我觉得也是这样 而且自陆飞醒来后 两人似乎没有碰过面 嗯 陆飞那无意去哪了 我会自己去查 家伟 你们房地产争斗 是不打算结束了吗 不少人意见都挺大 再这样下去肯定出问题的 闹到如今的局面 已不是我能掌控的 成啥算啥吧 等更厉害的人出来化解 孔文宏决定钉死陆飞 查出那武艺的下落 当天便派心腹精算盘去了复城 而得知消息的孔俊先一步打给陆飞 陆哥出事了 孔文宏要查你的账 重点是从谷家得到的武艺 查我账 想看资金流动情况 孔文宏秀觉够灵敏的 就那些产业的事 难道他已经起疑心了 我不清楚你说的什么 但孔文宏此次派去查账的人不简单 他叫精算盘 是审计方面的高手 能查清每一块马内的去向 在他面前 各种造假数据基本无用 看来真是个高手 我得早做准备 对了 孔文宏会亲自过来吗 我托人打听过他的行程 基本都排满了 应该不会去复城 孔文宏不过来能镇住场子 随便拍个手下就想查我 也太异想天开了 这么快就想到对策了吗 对了 爷爷让我给你带句话 刚毅过程 记下了 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醒来后就隐藏起来当老六 没想到他们几个 一直盯着我不放 跟个狗屁羔羊一样 也替我向你爷爷问好 陆哥刚收到消息 精算盘已到复城 哼 办他 想查我的账 简直是痴心妄想 男人重申空手套白狼 用出一招瞒天过海 把耀员耍得团团转 另一边得力干将 却被抓了起来 且看他如何化解危机 陆飞 曾经的万一企业缔造者 没想到有一天会落我手里 等把你办掉 我的名声肯定大张 先生 可以借个伙吗 没有 胖得跟个球一样 也好意思搭讪 心里没点数吗 菲利 救命啦 快来人 喂 你鬼好什么 快点住口 老头 放开那个女孩 哼 一把年纪的还欺负人家姑娘 简直脸都不要 你们怕不是眼睛瞎了 看他长得像没气管一样 我怎么可能欺负他 算了 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我刚才就是被吓到了 多善良的孩子 这么轻易就原谅了别人 姑娘别怕 我们给你撑腰 必须让他诚恳道歉 懒得理你们 真是莫名其妙的 让开 我还有重要的事做 一群傻缺 太嚣张了 不仅当街调戏大姑娘 还敢骂人 揍他 把他的手打断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摸 喂喂 你们来真的吗 别乱来啊 陆哥 事情办好了 精算盘已经被打进医院 每个几天是初不了愿的 哼 还想来查我的账 如今连我人都见不到 看他怎么查 这计划当真绝了 可过几天他便能出院 到时候依旧是麻烦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将他彻底处理掉 不行 你可别乱来 那样只会坏事 他是孔文红的人 若真消失在附成地面上 孔文红会死咬着我不放 到时候麻烦就大了 这罪名不小 而且他会重新派人过来调查 可我们收拾了精算盘 他应该能猜到是谁做的 心中必然怨恨 到时候不得封了一样查你 不会有那一天的 让打人者去医院 就说愿意花一百万和解 然后从我的户头转账过去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了 当时在场的全是我们的人 你是要把精算盘变成我们的人 孔文红不放心我 派人过来查账 我给他看数据就是 随后江龙派人去和解 而精算盘听到百万赔偿巨款 也是欣然同意 甚至想多挨几顿打 其料正中陆飞圈套 陆飞你来做什么 听说你在机场被人揍了 我特意过来探望一下 虽说我不比往任 但在富城地界你有需要尽管开口 我还是能处理一些麻烦的 陆飞你真特么无耻 还在这跟我装饰吧 机场的胖女人谁派去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现在就打给孔市长 你完蛋了 今天你要敢打这个电话 完蛋的人肯定是你 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想嘎人灭口 那倒不是 赔偿款一百万 知道是从谁的账户打过去的吗 难不成是你 等等 在机场围我那群人是一伙的 陆飞你算计我 我不 你收了我一百万 现在跟我也是一伙的 你才转账记录到了孔文红呢 他会怎么想 据我所知 他疑心病非常重 倒是你能说得轻吗 陆飞 不 陆总 你别玩我 我玩不起的 咱们有话可以好好说 呦 怎么这就耸了 刚才不是挺嚣张的 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逊的样子 是我唐突了 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陆总 我马上要退休了 还望您高抬贵手给调活路 你来查我的账 该怎么做 不用我多交吧 明白 我会写好报告的 陆总的账 没有任何问题 可纳一百万 算笔你的辛苦费 有需要随时打给我 陆飞拿捏死金算盘 在数天后品兮兮开业 而陆飞为了避嫌 并没有到典礼现场 另外拼兮兮的出现 让猫宝坐不住了 任婷婷斥赤姿石屹 打造电商平台 迟早会对我们造成冲击 还得尽早打算 石屹在猫宝面前 啥也不是 但他们的运营模式 太过害人 讲什么灵源 开店半月后 采用交保证金 还推出一系列 打架个战马 他们要抢夺一波市场 就品兮兮的模式 我认为符合 绝大多数人的消费观 应该是能做起来的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蛋糕会被分走 你说该怎么办 趁品兮兮还在几步阶段 我提议将她收购 如此危机自然解除 说不定我们还能 多个赚马内的项目 目前来看 收购的确是最优办法 我去找任婷婷谈 她一个涉事未深的小丫头 应该很容易拿捏 尽量谈成吧 不然后续挺麻烦的 等我好消息吧 孙总 你可是电商行业的前辈 是过来给我传授经验的吗 同行如敌国 传授经验是不可能的 任总就别开玩笑了 那不知孙总找我有什么事 电商行业水太深 我怕你年纪轻把握不住 其实在你之前 尝试过做电商平台的人也不少 可他们都失败了 还赔得倾家荡产 听书一句劝 不如把你的品兮兮 卖给我们猫宝 价格绝对公道 你想收购就直接讲 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这不告诉任总 其中的厉害关系 不知你什么态度 不卖 我才开业第二天 你就来谈收购 这不合适吧 一口价十二亿 在短短一天时间内 挣到两亿 你何乐而不为 不管孙总给多少 我都是不会卖的 请回吧 任婷婷 你别后悔 往后来求我就不是这个数了 我不会让贫兮兮生存下去的 终有一天我会收购你们的猫宝 宝安 进来把人拖走 可恶 竟然谈崩了 之前我还胯下海口 简直丢死个人 回去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跟陆飞说的完全一样 猫宝那边会有动作 我得尽快发展 导补贴加快速度吧 老金 你去复城也有一段时间 都查清楚了吗 我把陆飞和飞羽集团的掌 都合算了一遍 没发现任何问题 没问题吗 你可看仔细了 孔市长 你是知道我的 我的算法不会出错 他的掌跟开支针没问题 重点是陆飞从古家拿到的武艺 用在哪里了 投了三亿到飞羽快递 其余的在他账户上 每一笔交易都有详细记录 我已做成报表 孔市长可以查阅 不用 我还是能信得过你 毕竟你从来没出错过 只是总感觉陆飞不对劲 难道我想多了 我倒有个提议 若孔市长不放心陆飞 就由我每月去查他一次 就一个月去拿一次钱吧 不拿白不拿 也好 这事就交给你去办 此事千万不能出纰漏 孔市长请放心 我一定把事给你办漂亮 我最不放心的人就是陆飞 只要他没问题 其他的都不教室 孔文红对自己的布局挺自信 殊不知已着了陆飞的道 另一边 陆飞收到赖长青的电话 活速赶过去查看 长青 到底怎么回事 卓勇失踪了 就像突然人间蒸发一般 新红古董店的人也在寻找 那红伟强呢 红伟强无恙 他还发出悬赏找卓勇 典型的贼喊追贼 依我看就是红伟强搞出来的把戏 卓勇消失 最大数以人就是红伟强 看来他失去无照红众勇 已经没法再忍受了 陆总 我们要找人吗 拖得越久 卓勇越危险 红伟强心狠手辣 什么都干得出来 人 肯定要救 但是得讲究方法 我们都不能露面 否则就坐实了卓勇士卧底 那样他就完了 嗯 陆总 你说的我都懂 可不派人出去 又该怎么找 龙哥 你暗中能用的人有多少 能抽掉出十几个 但这些人能力一般 况且我们是要找人 最适用的肯定是人海战术 十几个人感觉作用不大 红伟强肯定把卓勇藏得很好 发动人海战术也是白侠 我的意思是 派人跟踪红伟强 顺藤摸瓜就出卓勇 嗯 的确省时省力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我用一手敲山正虎 让红伟强带我去找卓勇 行动时注意点别露脸 我在这等你 江龙准备好行动后 放出找到卓勇的消息 红伟强肯定打电话 去问看守的人 可他有保险库失窃的心理阴影 最后还是亲自前往查看 而江龙一直跟着他 当红伟强来到一个仓库 看完人离开后 江龙蒙面潜入仓库 顺手打晕两个看守的人 你是谁 我 你这是怎么回事 龙哥 说出来丢死个人了 两天前红伟强说要跟我和解 便带着我去钓鱼 结果他从后面偷袭我 将我打晕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就在这了 哪有人钓鱼不戴头盔的 他有说要怎么处置你没 没 他就成天折磨我 逼我说出背后的主脑 但我什么都没说 经过一连串的事 红伟强已嗅到一些味道 不过从吴赵红的角度来说 你比他要可靠得多 哦 听龙哥的意思 红伟强留不得吗 也倒不至于抹除 若是红伟强隔屁了 吴赵红肯定派其他人过来 说不定新来的人更难搞 但你现在是新红古董店主事人 总不能被他算计 的确挺丢人 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老板的意思 回去后敲红伟强一笔马内 至于看守你的两人 交给我来处理 你以后做事当心点 知道了 我是自己撬脱的 伟强 卓勇找到了吗 老板还在找 我已经把全部人洒出去了 这么大个人 突然就挽起失踪 也不知道搞什么东西 哦 不会是你做的手脚吧 老板冤枉啊 虽说我跟他是竞争关系 他失踪了我也挺高兴的 但我对天发誓 绝对没绑他 我就随便问问 你尽快把人给我找出来 是 我猜测是死对头来长青干的 待会就去要人 哪怕是绝地三尺 我也会找到卓勇 只是这边的生意还得继续 有你主持生意 又重回巅峰了 一个野路子的莽夫 也敢跟我斗 就问他凭什么 红伟强 我回来了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你 这怎么回事 回来就好 是卓勇的声音 他回来了吗 把手机给他 老板 你有什么吩咐的 你什么个情况 怎么突然消失了 前两天出去钓鱼 结果被个孙子给暗算了 后来被他们关仓库 今天才得已逃脱出来 没事就好 但以后得当心点 怎么说你也是玩枪的 被两个钓鱼 老偷袭说不过去 往后新红古董店 还是由你负责打理 是 老板 别以为替我隐瞒 我就会感激你 把你关仓库都能跑出来 还敢说背后没人搭救 你就是叛徒 我看你是误会了 你安排的那两个杂毛 就是傻子 想要我不向老板汇报 把你卡里的三亿交出来吧 你怎么知道我卡里还有三亿私人财产 你偷看我信息 但我告诉你不可能 别想着从我这拿到一分马内 那我只能压着你去见老板 以他的脾气 若知道你搞小动作 肯定会一突突崩了你 到时你的三亿带去下面花吗 走吧 算你狠 我给 但我们之间的事没完 红伟强给完马内 又被卓勇拍了两砖头报仇 而这边的事了结后 陆飞和江龙回到复城 沈维明去找上门 沈领导来找我喝茶吗 嗯 还喝茶 我连饭都吃不下了 最近复城市民天天堵大门 指着我的鼻子嘛 祖宗的脸都被我丢光了 不能吧 我认识的沈领导 可是一方父母官 不至于被市民戳几两股 别说了 这关事越大越难做 我也不跟你小子磨叽了 我来这是想你帮帮忙 新鲜事啊 什么事把你都难住了 说来听听 别嘻嘻哈哈的 跟你说正是天福业小区 复城最大的烂尾工程 关乎到上千户业主住房问题 可何嘉宏说资金困难 他迟迟不肯动工 现在那些市民一级级的网上报 再不解决会出大事 我希望你可以接手这个小区 让我当鸡盘侠吗 但何嘉宏未必肯放手 我来想办法逼走他 只是所需的资金可能要你来住 沈书记 你跟谁学的空手套白狼 让我帮你办事 而且这关乎一大笔马内 多少得给点政策优惠吧 来人重申空手套白狼 烂尾楼经过他的倒腾成了学区房 不花一分钱白减2.5亿 竞争对手不服 找黑客攻击他的电商平台 哼 臭小子 你可不能趁机敲竹杠 复城的经济情况你清楚 我也拿不出太多资源 都说了只要政策支持 自然不需要你掏一份马内 那你先说说你的要求 我们再接着谈 当然不是我不相信你 而是何嘉宏在烂尾楼项目上 你再耍诈 让我不得不谨慎些 沈领导是一招被手咬十年趴锦绳 我能理解的 等我接手烂尾楼后 你把它化为学区房 不算为难沈领导吧 你小子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容我想想 没什么好想的 亲戚小区还有两千多户没卖出去 变成学区房后有了赚 否则谁都不可能接受那个烂摊子 因为伤人不是圣人 我相信以你现在省级的职位 办这种事里的事没什么难度 你说的不无道理 可我要是把学区房的消息放出去 应该会有不少人抢着药 或许吧 但何嘉宏就像烂尾楼坑你 难道你不想出这个热气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我为傅城做的贡献不小 你老有好事可得先想着我呀 便宜你了 我去跟他谈 之前为了预防烂尾楼 住建根和嘉宏签过备用条款 如今期限已到 用1.5亿可以收购 你这边需要准备好资金 资金方面的事我来想办法 有劳沈领导了 陆哥等接手烂尾楼后 你打算让任总去完工吗 是 也不是 不能直接交给他 会暴露我跟他们的关系 可不交出去的话 我们这边也没工程队 你把我都绕迷糊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我还得再合计一下 想个两圈其美的办法 陆飞陷入深思 而沈维明形式雷厉风行 仅用半天就跟何嘉宏谈妥 烂尾小区最后到了陆飞手中 他更是爆出学区房的消息 气得何嘉宏差点拿头撞墙 沈维明你个大混蛋 把烂尾楼变为学区房就算了 还让陆飞接手 摆明了联合起来坑我 何总 陆飞没有施工队 他拿到烂尾楼也没用 最后还不是要让出来 你说的没错 烂尾楼的工期很紧 每天都有人去找沈维明闹事 没时间给陆飞组建项目部的 我们还有机会 一旦变为学区房 房产价值就会成倍往上翻 那烂尾小区城乡摸摸了 何总一定要拿回来 哼 那必须拿回来 本就是我的东西 任何人都不能染指 还有个问题 何总看到了房产利益 说不定三巨头也盯着 他们现在专盯着各省市的学区房 所以行动一定要快 嗯 你说的有道理 我现在就去找陆飞潭 他一个过气的亿万富翁 只能任凭我拿捏 那我先回任常青那边了 免得出来时间太长 给他怀疑 何总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现在医学真够发达的 睡了五年的人都能治好 不过陆总得当心身体 人不会一辈子好运的 何嘉宏你闭嘴 不会说话 没人让你说 再敢瞎咧咧 信不信我拔了你的舌头 这江龙就是个愣种 我还是别招惹他的好 龙哥消消气 难道狗咬了你 你还要咬回去不成 那样太有身份了 是吧何总 咳咳咳 客套完了 我们聊点正事吧 听闻天福院小区在陆总手里 是啊 沈领导找到我 说之前的老板一直拖着不开发 想让我帮帮忙 我为了复诚市民着想就答应了 你说那个老板是不是傻 连学区房都能拖到烂尾 哪有放着马内部转的道理 不仅傻 还缺心眼 可有些人的脑子就是缺根筋 是吧何总 一唱一鹤的故意损我呢 要是我知晓会改为学区房 早就建好了 不气不气 我是来求财的 以前的是我不感兴趣 陆总手上没有工程业务 不知能否把天福院小区转给我开发 可以 我是个商人 只要价钱合适 就没有谈不成的买卖 你想要的话 给我五一把 陆总真会开玩笑 你从沈维明那接手过来 也才一点五一把 这一天时间涨了三点五一 何总找上门 那我也不瞒你了 其实那一点五一是我直接出的 好啊好啊 果然是连起手来坑我 真是气死我了 看在马内的份上 我忍了 陆总要太多了 我最多能出到三亿 何总稍等一下 龙哥免提 徐总你听见了 何嘉宏已经给到三亿 你出的价太低了 好你个何嘉宏 竟敢来坏我的好事 有我在 踏实空气去吧 我出三亿两千万 徐明昌你算个什么东西 今日不同往日 我现在可不怕你们三巨头 我出三亿四千万 对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两个商业仇敌聚在一起 价格不得蹭蹭往上走 何嘉宏跟徐明昌 最近斗得很凶 如今被他们 逮到竞争机会 都在使劲宣泄心中怒吼 最后何嘉宏 以肆意的价格 重新把烂尾楼拿了回去 这让沈维明颇为不满 哼 小子 你这有些不厚道了 怎么能让何嘉宏 又把小区拿回去 万一他的烂尾 你让我怎么办 放心 我跟他欠了补充条款 若半年内 没法军工验收 我将无条件收回整个小区 而且解释权归我所有 手段挺高 短短一天时间 什么也没干 就赚了两亿五千万 好像连我也算计了 沈领导多虑了 总之我替你解决了麻烦 我也从中得到好处 大家实现双赢 这不挺好的 你的话也没错 只是富城有山区 前几天我去实地视察 孩子们 得 我捐五千万出来 给孩子们买点吃的用的 还有剩余就在买点学习用品 那我就替山区孩子谢谢你了 就这笔费用的知识情况 你可以随时过来查 不用麻烦了 沈领导的为人 我还是信得过的 陆飞一天时间纯赚两亿 照这个速度赚到万亿 需要五千天 可他还是嫌太慢了 觉得有必要让 全部产业动起来 于是他去找了任婷婷 怎么愁眉苦脸的 是哪里不顺心吗 还是说谁得罪我们大小姐了 陆飞 我遇到麻烦了 公司才启动就出问题 感觉挺对不起你的 说了什么傻话 有困难讲出来 我们一起研究解决 你的业营模式倒没问题 只是品息系平台的 信息安全存在隐患 警示今天就被人 入侵了好几万次 黑客攻击吗 我们的网络信息安全顾问呢 他解决不了问题 连夜提同跑路了 购物平台 若连用户 信息安全都没法保障 往后谁还敢用 你投资的实意 不会打水漂吧 你别怕 这不还有我吗 此事十有八九 是毛宝那边干的 他们有什么动静吗 暂时没有 自从上次谈收购失败后 毛宝一直很安静 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 龙哥 你有认识的黑客吗 我需要最顶尖的 认识那么一两个 可他们入境不是太方便 不如我给陆哥找个红客吧 也是超一流水准 他以前因为一些因素退出来了 但担任网络安全顾问 完全不是问题 辛苦你去一趟 把人给我找过来 年薪只要不是太离谱都答应他 他不干这行很多年了 我也没十足的把握 算了 我们一起去吧 看他有什么需求 停停你这边找人先扛一下 我带人回来就没事了 行吧 不过得尽快 平台再次崩溃的话就麻烦了 龙哥 你没找错人吧 我要的是网络安全专家 不是火云邪神 陆哥 人不可貌相 这位林安先生就是你需要的人才 只要他肯出山 一定能解决我们眼前的困境 网络嘛 以前闲着无聊的时候玩过一下 后来老婆生孩子 我得照顾一家老小就没玩了 高手不应该都是嚣张跋扈的吗 为何他如此谦逊 龙哥还历见他 停停在那边还等着 就让他试试吧 林先生 我想请你出山 用你的技术帮我一把 先说好 违法乱记的事我可不做 因为当年的事 我现在都还经常被喊去喝茶 邻居都说我是坏人 害得我妻儿抬不起头 原来是这样 这群人要么被他公司血藏了 要么被人支持点点生活艰难 你这悲惨经历跟我有得一比 哦 难道你也是同行 不 我昏迷了五年 醒来巨额家产全没了 还被人算计 那你逼我惨 话说陆先生想让我去做什么 网络安全顾问 我朋友的电商平台遭遇黑客攻击 想让林先生过去处理麻烦 倒不是什么麻烦事 可如今拖家带口的 我得想想 年薪百万 享受996工作制 干不干一句话 哦 陆老板 我干 请问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就现在吧 可以把你的妻儿一起接过去 另外我的送套别墅给你 干满五年别墅就是你的 哦 陆总 往后我跟定你了 绝无二心 生活是块磨刀石 硬是把一个意气风发的人 磨得没了脾气 连说话都这么低声下气 老孙 你最近动用大量公司资源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挺顺利的 按照现在的网络攻击节奏 品兮兮平台用不了半天就得崩溃 如此多来几次 看谁还敢用他们的平台 你的办法的确经济是会 但我还是不赞同 因为已经违法了 要不换个竞争方式吧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现在才说要换 你这不跟我闹心吗 万一事情暴露 会影响平台声誉的 哼 那你说怎么制裁品兮兮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品兮兮用不了三个月时间 市值肯定能过百亿 用不了几年就能赶上并超越猫宝 可电商市场只有那么大 最后损失的是谁 我没太好抑制品兮兮发展的办法 但我保留意见 那以后你就别管这方面的事 反正品兮兮垮了 你和我都是受益人 我先接个电话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你们立马结束计划 打出问题了吗 网络安全部打来的电话 入侵品兮兮失败 还差点被对方反入侵 他们肯定请了位 很厉害的网络专家 这不出问题了 没被品兮兮获取到证据吧 不然麻烦大了 哼 你问我那我问谁去 这事也怪你 我早几天就提出 网络入侵计划 可你总是找借口反对 否则已经成功了 至已至此 甩锅无用 还是想下怎么化解危机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得去品兮兮探下口风 可这一闹疼 任婷婷肯定在气头上 过两天我再去 孙空同纯属做贼心虚 其实陆飞那边 什么证据都没抓住 但若是有冤大头送上门 他肯定要宰上一刀 另一边朱桂受刑欺满 他脸上多出几分凶横 杜霞你个臭娘们 我不过久后说错一句话 你竟折磨我数天 搞得我浑身都是内伤 死仇不抱我朱桂是不为人 行了 别发那么大的脾气 看在相识多年的份上 提醒你一句 别跟杜霞斗 以你现在的实力 斗不过他的 云姑也真是的 非得把我们三个拉进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 原来那样 做个小小的商人 没办法 局势越来越乱 再这样我们都被蚕食了 还有云姑 让我们最近老实点 上次的市教官很不高兴 你重伤未遇就低调点吧 现在我们三都进了 这大染缸了 身不由己啊 劝人倒是简单 你们要是像我一样遭罪 估计情绪比我还激动 尽管我们以前是商圈的 但也是比杜霞先入门 怎么说也算组织元老 他却如此折磨我 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那你能如何 哪怕拼光你的暗堂 也不是杜霞对手 照我说还是算了吧 真算不了 最近杜霞又增派了护卫力量 我是没法对他动手 可陆飞不一样 看我怎么收拾他 要不你再冷静地考虑一下 可能会把命搭上的 我一一决 无需再劝 现在浑身是内伤 这个场子我必须找回来 你看着办吧 也不知杜霞那边什么布置 大姐 你今天怎么挨声叹气的 因为猪贵的事发愁吗 不过一个小角色罢了 我要收拾他有很多种办法 他还入不了我的眼 大姐说的也是 那肯定是想他了 废话 我哪天不想他 可他这次遇到了大麻烦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救他 听大姐的口气 难道杀手绑前 使得怪物们出动了 也不是 我昨天去见了师傅 他发现就陆飞的药方有点问题 需要另一位压制 否则陆飞活不了多久 就是说他身体被吓手脚了 凌光这么危机的吗 不会是教官 你不要乱说 肯定不是 可师傅说的那药我都没听过 不知该从何处找起 男人重生空手套白狼 在暗中随便部署操作 便毁掉一个麻烦的对手 纵使对方有军方背景 也破不开他部的局 大姐 那药叫什么名字 说出来我一定帮你找到 不能说 大姐你不说我该怎么找 我发誓不会告诉别人 药的名字叫不能说 据古籍记载 此花生长在生死之间 在太阳升起的瞬间会绽放 听得像线边的 反正我是不相信有这种药存在 可他身体情况是真的 不管此花是否存在于事 你都派人去找找看 大姐 就这一句描述的话 感觉比大海捞针还难 要不别飞那个劲了 不如留着精力做些有意义的事 就你聪明 我吩咐的是你照办就行 拿上我的手令去调人吧 师傅不愿直接告诉我 肯定有难言之隐 等我找一圈后再去问他 毕竟现在还有些时间 知道大姐 我马上带人出去找 不过朱柜遭了罪 肯定对你心生不满 还是得小心提防 最近听大姐讲了不少故事 他对陆飞一网情深 为什么教官不让他们见面 真的很奇怪 陆总 好久没见面了 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任总你话别说半解 吊人胃口可不是好习惯 到底是什么好消息 我假投靠徐明昌那边后 搞到了三块地皮 位置都挺不错 我假意投靠何家红后 也低价买到两块地 感觉拿地皮比以前简单多了 嗯 你们做得很好 往后预示就相互拉着甩锅 他们还是很难发现的 陆总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你觉得可以动工搞房产了吗 不急 目前我们资金有限 还是先囤地皮 而且三巨头跟流失兄弟之争 不会持续太久 得利用好这段时间 一旦他们的争斗结束 你们的招数也就没用了 等那个时候再考虑其他问题 嗯 房地产争斗即将结束 陆总是得到消息了吗 才会说得如此肯定 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得出结论 房地产好好的一锅粥 很多人城里面的粥喝 可现在锅里出现不少老鼠屎 搞得一锅粥抽气熏天 你让别人怎么喝 哦 陆总说得有道理 若是上面的大人物不满 只需他们随便一句话 这场争斗就得停下 不知陆总是否预测过时间 嗯 半月到一月之间 你们得趁早做好准备 若能扛住争斗后的第一波风暗 便能在行业的中高层站稳脚 所以我们节奏还是太慢了 必须加快收地皮的速度 嗯 说得没错 只要价格合适 你们能收到多少地尽量收 资金方面我来想办法 有陆总这句话 接下来我们就放开手脚干了 应该能拿到不少地块的 不信你们等着看 发了那不得数码内数到手抽筋 格局还是小了 得用称来称 而且是大棒称 你派精算盘查过了 陆飞的账目有没有问题 他查得很清楚 账目上没任何问题 但我还是觉得陆飞不对劲 哦 你怕不是有恐陆飞症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而且他每天准时在家指纹打卡 就算他有心搞事 也没那个时间 我觉得没必要再纠结陆飞 最近陆飞的飞语快逼发展挺快 按这个速度下去的话 应该能在塔塔之前收购那笔马呢 嗯 我算过了 的确能收购 既然陆飞听话发展产业 也没必要去刺激他 不如让他好好发展算了 我们倒是乐得清闲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们都这么说了 我没理由找不自在 对了 今天的重点问题还没说 家伟 你们的房地产之争哪天能结束 不知道 三巨头跟老鹰一样倦 我需要多熬他们一下 但最近他们很吃力 应该撑不了多久 嗯 怕是没那么多时间了 你们的争斗已引得很多人不满 上面那位的意思 房地产之争必须在半月内结束 百名乐阴押着我妥协 有点欺负人了 你别这样看着我啊 我们四人是一条心 刚才的话只是传达上面的意思 有些事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关大一级押四人 我能多说什么 半月内解决此事也足够了 嗯 近来三巨头确实有些狂 不如抓住最后的机会 好好收拾他们一顿 我觉得可以 反正闲着没事做 我们聊下细节吧 还能有 真够坑人的 原来他们也想对付三巨头 却一直把我顶在前面 如今时间即将见地 才跳出来说要帮我 刘家伟感觉很无语 却不好当面发作 只得回家后跟兄弟合计 大哥 他们终于支持你了 有三股强大助力加入 徐明昌他们不得直接完蛋 嗯 你想的太简单了 真以为徐明昌他们背后没缘 等他们受到的压力足够大时 那些大人物就会蹦出来 听大哥的意思 我们自认倒霉 不对三巨头出手 如此他们往后肯定不会再给我俩面子 我俩兄弟说不定没看三巨头脸色 想想就憋屈 你会错意了 半月是上头给的时间 说明他们莫须我在这段时间内发疯 去通知何嘉宏 在接下来的半月时间里 全力攻击徐明昌为首的三巨头 我待会就去 搞房地产敢不尊重我们兄弟 必须让他们付出沉重待见 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任长青现在什么情况 说到任长青 他们公司挺怪的 作为一把手的他投了徐明昌 二把手王附件则跟着何嘉宏 两人经常争斗 都想在各自势力的支持下灭了彼此 从而独吞整个公司 两人为了利益污利横拔了 不用管他们的争斗 但动手的时候不要对付任长青 大哥这到底为什么 上次不惜惹恼何嘉宏 也要给任长青两块地 此次大争斗又得避开他 你不会是差他马内了吧 你少打听 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也不知任长青跟陈永和什么关系 先卖了面子给他算了 免得又打电话来威胁我 最后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任长青做梦也没想到 在刘家伟的猜忌之下 他成功躲过一劫 另一边陈发在追查线索之下 找上了自己音符的刘亦凡 小刘混得可以啊 几年时间不见 已经开上公司当上了大老板 这还得感谢陈哥 若不是你当年说我能力不足 将我从公司辞退 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这就叫是是无偿大长包小长 不对 你在怪我是不是 咱们男人不能小肚鸡肠 应该把所有的困难苦难当做磨练 小弟没那个意思 陈哥别往心里去 不过是想起一些往事罢了 不知陈哥过来找我有什么事 你小子有些不厚道 在你们的平台上 全是我的负面新闻 我的仪式英明就这么毁了 让我往后怎么做人 还有这种事 我的音符平台所传播的内容积极向上 怎么会造谣呢 对对 就是造谣 赶紧把内容删了吧 陈哥都发话了 我肯定得照做 否则你还不打死我 必须把关于我的负面新闻全部删除 也不知道怎么了 总有些傻子会信谣言 陈哥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你别这么骂广大网友 骂他们怎么了 要是那些造谣者被我见到 我见一个打一个 绝不姑息 是会我陈哥 人狠话不多 先喝杯饮料消消气 对了 有件事你必须老是跟哥说 到底是谁使坏 让你大量推广有关我的新闻 跟我可没关系 全是大数据推送 看的人多 这类新闻出现的频率就高 不过现在已经全删除屏蔽了 背后真没人策划 谁顾的狗仔我不清楚 但我这里真的没有 这这陈哥可以完全放心 嗯 哥姓你 人在世上混就是相互帮助 等个哪天起来了 一定照着你发大财 两人看起来聊得很投缘 可陈发前脚刚走 刘亦凡后脚就把他卖了 而陆飞得知情况后 让刘亦凡恶意编辑两人的聊天内容 再次放到网上传播 使得吃瓜群众再次炸锅 你听说了吗 地表最强关系户陈发的新闻被删了 何止听说 我还亲眼看到了 陈发亲自找到应付老板 逼他删除的 玩这么真实的吗 难道就没人管得了他 哼 你搞笑的吧 要是有人管得了陈发 还能叫地表最强关系户 他未逼刘亦凡到什么程度 说不删除负面内容 就要嘎了刘亦凡 这也太嚣张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 那后来怎么样 被逼到这个份上还能怎么样 刘亦凡当然是删内容了 估计他一辈子都将有心理阴影 不行 我们得做点什么 绝不能让陈发这个暴徒回来 此等糟心事 说不定哪天就到我们头上了 我们一起声讨他 让他无所遁形 让他知道舆论的力量 好 我们各自召集人手 再网上盘他 阿法 网上鱼刃应该都看到了吧 谈谈你的感想 刘亦凡那个兔崽子感应我 当着我说一套 背着我做另一套 两面三刀的混蛋 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我让你发牢骚了吗 甩脸色给谁看 干爹对不起 我一时没控制住情绪 有些失态了 你没有对不起我 而是对不起你自己 让你去查出坑害你的人 并消除负面影响 若是你办不到 消失一段时间就好了 因为网络是健忘的 可你把事情搞得更糟了 是我没用 是我办事不带脑子 以为能随便拿捏刘亦凡 谁想到他变了 跟你说过很多次 不要轻视任何人 否则会吃大亏的 还有在你访差的过程中 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何事没有 真的真没发现 可能是我太蠢了 才导致没观察到细节 你记二连三中招是挺蠢的 说说你想怎么化解这场危机 干爹 我有嘴都说不清了 暂时还没想好办法 要不给我支个招 我也想不到 你这次被彻底钉死了 往后就不要出现在人前 我生活在阴暗中也没关系 请干爹替我报仇 我也没法全部人一起对付 不过事情是 莫跟陈永和偷不了干系 有空得去会会他 看他是真高人 还是有高人在背后指点 至于你 就待在别墅内不要出去 应该不用我打断你的腿吧 不用 没得到干爹命令 我绝不踏出别墅半步 陈发汗流加倍 而孔国民忙于切断 跟陈发的一切关联 免得被查出蛛丝马迹牵连道 另一边陆飞得到了消息 当即打给陈永和 陈总 看新闻了吗 陈发已成为过籍老鼠 无法再跟你抢博公司产业 哦 陆总真是神了 不过让狗仔队拍下几张照片 就搞得他们都不敢出了 因为陈发本来就有问题 我不过是找人加工一下 还有他太着急了 刚开口要完八成利益没多久 转手又要账本 而且还亲自露面来拿 真以为背后的军方大脑感 一直保他 把事情想太简单了 黄旺的确是他最大的弱点 可经过这一次收拾 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出来了 那是肯定的 不过陈发背后还有军方 他们的目标是你公司 此事依旧棘手 嗯 陆总 那我现在该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都行 一是军方不会太快出手 二是他们做事 不会像陈发一样明目张胆 等你遇到问题我们再谈 也是 这回总算能松口气了 这阵子可真是吓死我了 自己当心点别处纰漏 另外别忘记了我们的约定 我说话最讲信用 分给陆总的一半收益 绝对不会少 等时间到 就会打过去指定账户 合作愉快 陆哥 陈发的是算是搞定了吗 还早呢 只能说搞定了陈发 延缓了对方的攻击节奏 他不过是一枚棋子 存在与否是影响不了大局的 看着吧 最后还得跟陈发后面的那个大佬谈 我算是懂了 意思是不解决背后操作的人 哪怕今天毁掉一个陈发 明天就会出来第二个第三个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有生意的地方就有利益 有利益就会演变为冲突 而有些人不好露面 他们便选些代言人顶前面 陆哥 我有件事问你 希望你如实回答我 来人重生空手套白狼 因手下的人遭到生命威胁 居然用竞争对手的人去解除隐患 且看他如何操作 龙哥 你有话直接问 别搞得那么严肃 我有些不习惯 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 就关心下 自从你醒过来之后 有感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没有啊 我吃得香 睡得好 一口气上我牢不费劲 龙哥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出院是医生交代的 说是最好每周都了解下陆哥身体情况 若有不是及时就医 可我最近是多给忘记了 行了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嘛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 陆哥 我再确定一遍 你真没感觉不是 没事 怎么婆婆妈妈的 感觉你今天有点不对劲 难不成你有事瞒着我 我可不敢瞒着你 只是忘记了医生叮嘱 有些自责罢了 如果发现哪里不舒服肯定说出来 你不用为我操心了 嗯 陆哥看起来也不像有事的样子 大姐却说他体内有一种毒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龙问得很隐晦 并未让陆飞察觉到不同 而这时任婷婷那边有了新情况 打电话给陆飞 陆飞 你猜测的果然没错 这有猫宝的人来品嘻嘻 正在待客室等着 那等网宝攻击手段是不合法的 他们这是担心留下把柄 既然派人过来 说明他们坐在心虚 来人应该是猫宝的高层吧 是孙空童 他一来就说要见我 还说有很重要的试探 宋上门的飞扬 你随便宰他一刀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来 陆飞 这个要怎么宰 我完全没经验 要不你教教我 直接宰 主要说上次品嘻嘻网络被入侵 我们已对攻击方的IP进行锁定 并搜集到足够证据准备起诉 然后你再把品嘻嘻的损失说得重一点 最后再快口要赔偿金 可要太多他们也不会给 要给几十亿应该差不多吧 你咋不上天呢 应该都要不到十亿 猫宝付得流油 而且这种手段影响恶劣 难道他们不在乎自己平台的生育吗 生育等于马内 但也不可能被你预取于求 若你要的太多 猫宝股东会选择将孙空童送进去 再把全部锅甩给他 说是私人恩怨 一切跟平台无关 把他送进去也挺好 省得他成天搞事情 没用的 他不搞事 其他猫宝高层也会搞 而且真把他送进去了 我们得不到任何好处 懂你的意思了 我会看情况跟他谈判 尽可能多的拿到好处 让孙空同来办公室见我 任总 几日时间不见 你越发漂亮动人了 孙总一半无事不登三宝店 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 对任总来说天大的好事 还是谈收购品兮兮 不知任总有兴趣吗 完全没兴趣 任总别急着拒绝 我这次是带着诚意来的 猫宝愿出价20亿收购品兮兮 孙总还是别蹦答了 我们聊点实际问题 比如品兮兮网络遭遇同行入侵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还有这种事 不知是哪个王八高子干的 实在太无良了 我们已追踪到来源 IP地址来自猫宝大楼 而且保留了相关证据 打算在这两天起诉 孙总可以先回去准备 敢直接把话挑明 看样子手里真掌握着证据 此事终归要处理 我也没必要继续装 全是下面的人乱搞 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解决此事的 虽说这事跟我没直接关系 但为了两个企业的和谐关系 我愿意给出一些赔偿 爽快 既然孙总都这么说了 那赔偿二十亿好了 任总别开玩笑 我们说的可不是明币 毛宝最多能给两亿 这是给我打一折吗 孙总杀的一手好价 要是没诚意的话 就不用再继续谈下去 可二十亿也太多了 要不你还是起诉吧 我最多能给到五亿 我们统计出上次网络入侵的损失清单 直接经济损失不值五亿 另外还有信誉损失等等 怎么说也得赔十亿 他这是张嘴就来 品兮兮成立才几天 拿来的五亿经济损失 可他真起诉的话 此时迟早会查到我头上 到时肯定会被送进去采访任机 八亿 不能再多了 重交 但我不要现金 你一张八亿利润的合同给我 以商业合作的方式进行 嗯 为何要弄得如此麻烦 直接现金转账多方便 怕你事后告我敲诈 还是小心点好 任总多心了 我还有把柄在你手中 不会做出那等玉石巨坟的事 随后双方开始签订合同 孙空同眼见危机化解长鼠口气 却不知任婷婷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 完全是在炸他 而任婷婷多出八亿利润的合同 无疑能助力品息息发展 此次猫宝算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另一边 孙一剑遇到了麻烦 只得向陆飞求救 陆总 我可能要嘎了 嗯 咋了 你别急慢慢说 我被境外黑帮盯住了 他们限我两天内交出比特币 否则让我永远消失 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可我如今被限足 不好出镜 你能想办法回来吗 哎 暗中有人盯着我 他们不会让我回去的 陆总 我把密钥藏给你 你转移比特币吧 你别那么悲观 我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若遇到生命危险 先把东西交给他们 往后再想办法拿回来 可这些比特币价值巨大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我这边让龙哥想想办法 行 我知道了 龙哥 一剑出事了 你在那边应该认识点拿钱办事的人吧 认识 就一剑刚才说的是 能摆平吗 我们自己的人过去怕太迟了 我打电话问问当地的人吧 杨龙当即打给中转联络人 而消息很快传到杜霞耳中 使得杜霞很生气 好啊 敢威胁陆飞的人 还是在比利时 怕是活得不耐烦了 大姐 是哪个不长眼的 我带人去解决她 这件事你别管 让你找的要怎么样了 唉 别提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下面的人还说我脑子有包 非得去找无中生有的药材 简直太丢人了 找药材的力度不够 继续派更多的人出去 记住动静一定要大 是 大姐 可你刚才说的麻烦 我会找其他人去解决 你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记下了 我一定把事造起来 还有其他吩咐吗 整个组织都好安静 猪柜最近在干什么 表面上 他整天都在钓鱼 实则见了暗堂的几个狠角 暗堂也就那样吧 若不是还有几个狠人撑着 我早把他们吞并了 查到猪柜想干什么了吗 猪柜做事隐秘 暂时没能打探出来 我回家派人手盯着 把这道手令拿给猪柜 看他最近闲得慌 给他找点事做 我明白了 大姐是想借猪柜之手 杜霞的手令 他让我去收拾一个小团伙 你们怎么看 杜霞直接向你下令 是准备对我们动手了吗 哼 现在都看到了吧 委屈求全是没用的 再不反抗会被杜霞吞并 趁我们现在手中还有力量 阿鬼 你的话过了 煽动我们背叛组织可是大罪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万一惊动教官 我们三个会被轻易抹除的 我肯定不会被判组织 只是对杜霞不满 按照惯例 他不能向我们三堂伸手 是他先打破的规则 所以我们要做出应对 你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可杜霞如今是大姐头 他的话就代表组织 你反他跟反组织没什么两样 只会让他找到借口灭你 到时云姑也保不住你 真是憋屈得很 难道往后我都要替杜霞卖命 长期下去的话 我按堂的实力会被消磨殆尽 那时想反抗都没力气 那又有什么办法 你先忍着吧 实在不行 我们联名去找教官谈 教官都不怎么见我们 对了 对于最近组织内的变故 云姑怎么说 让我们不能跟杜霞起冲突 否则是闹大了他也保不住人 你往后说话做事当心点 连云姑都是如此说 我还能怎么办 只能暂时给杜霞当枪使 就组织如今的情况 有些话我不好多说 你们自己考虑 在多重仇怨的积聚下 朱桂对杜霞已十分不满 只是他暂时没能力跳脱出去 所以选择迎任 随后他亲自前往执行任务 就是你个憋三条事 害我还得亲自过来一趟 你最该死 我都没见过你 为什么要杀我 老子来自杀手组织 嘎人只看心情 不管原因 有问题吗 我手下有几十号人 要是我出了意外 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简单 全嘎了就是 你们带人灭掉他的组织 记住要一个不留 我看他怎么报仇 阿贵这样动静太大了 我们在外形式一定要低调 否则惹了麻烦回去 那几位会不高兴的 他们不高兴 此刻的我也很不爽 杜霞让我出来执行任务 我都照做了 他还能把我怎样 再说出了麻烦 也该由他去解决 杜霞好像在哪听过 等等 你们是那个组织的人 求求你们放过我 我知道错了 知道我们来自哪个组织 你觉得还能活命吗 不要 我可以帮你卖米 我把全部家产给你 你给我留条米 哼 来是小心做人 有些人不是你能招惹的 拖远点埋了 竹桂下命令后 威胁孙一剑的一伙人 全都见上帝了 位置又如此偏僻 简直神不知鬼不觉 杜霞为什么要对个小卡拉米动手 这十分不合理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总之我的任务完成了 可你嘎了几十号人 闹出的动静太大 回去怎么跟组织交代 我出来混得跟谁交代 任务是杜霞派给我的 有事肯定找他 阿贵做事越来越疯狂 明白着针对杜霞 如此下去早晚要出事的 我还突几两远离他 免得被拖下水 陆贵灭掉一个小组织 自然解除了孙一剑的危机 而陆飞没想到 事情会如此复杂 只觉得江龙做事靠谱 另一边 吴赵洪有了大动作 涛哥 出大问题了 难道奶蜜又来扫我们的厂子 你不用管他 做样子给吴赵洪看罢了 明天照常开宴 这次不是奶蜜 是吴赵洪的头马脏鞭 他带人砸了我们两个地下全场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点起人手跟我打回去 不是谁都能起我头上拉屎撒尿 可脏鞭砸得有理有趣 他用打了一台下注的办法 赢索两个厂子里的全部现金 扬言明天还有再来 让我们准备好更多马内 今天打出了名声 等他明天一下场 会有很多人压住买他赢 用不了几天 我们会赔得只剩裤衩 我们可以把厂子关了 看他能跟谁打 只能解燃为之急 你总不能把厂子关一辈子 况且乌赵洪有味来 就算我关了两个厂子 他也会去别的厂子里闹事 主要他也不动枪 就来个文斗 看我们怎么进 我们这边能打的人也不少 就没一个是赃便的对手吗 涛哥真打不了 我在旁边看得很仔细 他绝对是个高手 像我这种水准 他能一口气打好几个 乌赵洪到底从哪找来的人才 平时赃便站他身旁话也不说 我一直以为是个板舍 没想到他这么狠 这次似乎没法取巧了 只能跟乌赵洪硬碰硬 涛哥 要不你问下飞哥 他点子挺多的 或许能帮我们化解危机 对 只能找飞哥帮忙了 龙哥身边可不少高手 赃便 干得不错 终于直接到李文涛了 我心里感觉特别舒坦 吴总高兴就好 李文涛场子里的拳手异余的狠 在我面前完全不够看 早知道对付李文涛如此容易 我就该早点让你出手的 也不用被乃密坑了一次又一次 你预计几天能打垮那两个场子 对多一周时间 李文涛不可能一直开盘 至于拳脚上想赢过我 他身旁那几个都不行 好 放手去干吧 这次要让他脱层皮 吴总 乃密将军已到门口 还带了好几十武装人员 嗯 乃密什么意思 难不成要对我动手 来人在泰国的产业被人上门找事 殊不知等待他的是一个顶级杀人 打败对方后 派大量人马架上RPG去捣毁对手的产业 气得对方浑身发抖 妹夫 我有要紧是跟你商呢 哦 你带几十号人过来 有商量的样子吗 不要再一起劫 你派人去早李文涛场子 好歹通知到一声 现在搞得万糟糟的 嗯 你在替李文涛说话吗 我们才是一家人 是我出金费给你养的兵 我怎么可能替他说话 可我大小是个将军 你表面上尊重我一下不过分吧 是我疏忽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我会全力对付李文涛 直到将他拔除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妹夫开口当然没问题 可你们这一闹他 我管辖的地盘容易乱套 容易被塞门钻空子 嗯 拔除李文涛后 我拿出所有收益的一半 给你做军费 不为难了吧 妹夫通情达底 我可不能当小丑拖你后腿 但我明面上动手太难看 会被误会违亲战别人产业 还是先用你的办法来 我会派人从旁协助 想要好处却不想出力 这家伙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我需要早做打算 在这之前要先除掉李文涛 嗯 涛子 你说的情况我已经了解 你目前遇到的难题是脏便 需要有个拳脚厉害的人解决他 对对 可我这里没有 飞哥能让龙哥过来一趟吗 他绝对可以轻松料理脏便 我们被盯得挺紧 在国内走动 才能想办法撬脱 出井极有可能给你带去麻烦 不解决脏便 我会被温水煮青蛙的 没别的办法了吗 龙哥 你怎么看 嗯 我刚看完涛子传过来的全赛录像 脏便不过是个别搅货 拍阿卫过去足以搞定 涛子你听到了 我马上让阿卫过去 嗯 那太好了 还是飞哥对我好 大男人说这些肉麻了 我还要提醒你一点 好退路 老乔已在赛门将军那边侧应 我还有沙瓦没用 两手底牌能保我安全退出 你有准备就行 但小心使得万念川 阿卫秘密抵达青脉 当晚全赛 依如江龙所说的 脏便在阿卫秘密 根本不够靠 当晚就帮林涛 赢回之前的损失 记得吴赵红一宿 你啥也不是 嗯 脏便 我在你身上花的马内不少 可你上去被人家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就很突然 对方是高手 出招的路数为杀人剂 我怀疑他是杀手 我不是来听你讲分析报告 再给你一次机会 能打败对方吗 哪怕我给自己注射药剂 也不是他的对手 当初是你说出的计划 如今害我损失不少马内 你让我该怎么办 李文涛人少突突少 我们带人强行攻过去抓住他 看他还怎么蹦的 嗯 你说的对 搞小动作也没多少意思 我们占据绝对优势 就该直接打 我去找乃蜜药人 准备明天开打 最新消息 吴兆洪玩不起 他会在明天对我们动武 到时肯定会带着乃蜜的军队来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却不是乃蜜对手 左一叠之躯 前段时间一直在周旋 可这次吴兆洪能调动军队 应该跟乃蜜谈好了 没法再挑拨他们的关系 那我们该怎么办 直接跑路吗 先不跑 早料到有今天了 产业卖得差不多了吧 从一星期前开始卖 到现在基本卖光了 剩下我们所在这家还没卖 我也忍吴兆洪很久了 不就站着有个便宜大舅哥 时常打压我们 走之前我要打回去 涛哥 我们听你的 好好修理吴兆洪一顿 他明早动手 我们就今晚出击 把他暴露出来的仓库 厂子都给扫了 接下来我做下部署 李文涛当晚带人 突袭吴兆洪仓库 捣毁不少假古董 还把真古董运走 遭到阻拦时 沙瓦再次拿出RPG射了出去 一群人连夜去到赛云 赛云当见面 老乔 赛门怎么说 他看到那批古董很高兴 同意你留在他的地盘上做生意 可你的厂子没带过来 又得重头发展 不用 我在一周前绣的危机 就已经把厂子全秘密卖掉 现在资金都攥在手里呢 嗯 那就好 在这地方只要有马内 很快就能东山再起 崛起是必然的 我让沙瓦继续招兵买马 迟早要打回去 赛门和乃蜜的毛衣 我会尽量挑拨赛门 让你借到东风 能得到赛门的支持自然好 我什么时候能见他 我会尽快安排 明天我们先去看下赛门辖区内 有意出售的产业吧 又一次被人打得到处跑 但我发誓是最后一次 吴兆红 我们的仇早晚要两千 吴总 李文涛抢先一步动手 砸回我们的好几个仓库厂子 哦 想心 他人呢 已经跑到赛门的地盘 他拿我们的古董当礼物 求赛门收留 人没被赶回来 说明赛门已然答应 可是他拿我的古董做人情 真是太可恨了 这一招属实没防住 李文涛打完就跑 我们来不及应对 他不是还有些厂子产业 如今钱归我了 应该能抵上我们的损失 此次赶跑李文涛也不算亏 我还有消息汇报 吴总听完不要动目 李文涛被打跑 我心情舒畅得很 怎么会生气呢 说吧 我刚得知的消息 他早把产业全给变卖 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捞到 还倒贴进去一大把损失 李文涛真该死 你去跟赛门交涉 让他立马把人驱赶过来 已经沟通过了 赛门说不可能 想要人就带兵去打 他真以为我不敢 你去告诉乃密 往后对付赛门的军事行动 我出八成金费 李文涛先下守围墙 又以最快的速度转移 倒是让他占到便宜 还获得相对长时间的喘息 而另一边陆飞也得这消息 涛子跑到赛门那边也挺好 起码不用过的提心吊胆 还能有发展势力的机会 其实一样的 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而已 听不懂 什么意思 天下军阀一半黑 涛子刚过去实力若好控制 赛门收留他是为了占便宜 等日后涛子只冷起来了 两人还是得起矛盾 这倒无所谓 涛子需要的是时间 文哥 你那边军火得准备好 他要你就给 资金不过跟我说 境外倒腾军火对我来说是小事 就怕他招不到人 对了 等夏平西西有个中标宣读会 陆哥要过去吗 嗯 飞与快递也参与了 还是过去看一眼 免得他们又是我对生意不上心 董伟 拿下品西西快递代理圈没问题吧 绝对没问题 我跟那边都商量好了 此次招标就是走个过场 免得有人把两家企业关联在一起 怀疑到陆总投手 考虑得挺周到 但系得做全套 报的价格这些没纰漏吧 我跟李志良熬了几个夜做的标书 质量绝对妥当 就等着待会宣读中标结果 这人子辛苦了 看陆总说的 你给了我们重新再来的机会 我肯定要好好珍惜 马屁趴着震天响 凭你们一群刷嘴皮子的野响中标 在这讲笑话吗 原来是手下败将 好一段时间没听到你的动静 还以为你先试了 你错了我也不会隔屁 今天没你们什么事 可以回去了 谁给你的自信 还有别把话说得太满 出意外很丢人的 能有什么意外 就这次品西西的快递代理圈标 我们风顺比着眼睛都能中 听人劝吃饱饭 我是怕你失败伤了自存 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飞与快递发展是挺快 但不过一个后期之秀 给风顺提携都不够格 咱们走着瞧 感谢各大物流公司的支持 对我公司快递代理权积极投标 可中标的公司只能有一个 快点宣布结果吧 别吊大家胃口了 参与投标的快递公司都是老弱病残 谁能跟我风顺道 周文斌一如既往的自信 这下有好戏看了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中标的是飞与快递 请派代表来我公司 在三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 我带来了所需文件 今天就能签订合同 董总做事考虑周到 请一部办公室 慢着 签什么合同 我不负中标结果 周总不要无理取闹 我们全部流程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符合招投标管理法 哼 为什么中标的不是我们风顺 难道行业第一配不上品信息 周总 说出来挺丢人的 要不别说了 哼 当着各同行的面 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价格上 飞与每个包裹贵风顺三毛 送货方式上 风顺为上货上门 飞与则是寄存和送货上门自选 而且购物时就能勾选 公司生育上 风顺曾积压过大量包裹 飞与无不良记录 所以我综合选择飞与快递 说得太好了 合作当然选可靠的生意伙伴 任总 后面两条我们也能做到 晋级风顺投建很多新服务网店 绝对不会在积压包裹 看在三毛钱的份上给个机会吧 纯纯一个大傻子 那可是我的产验 又怎会让肥水流到万人田里 可你标书里没有明确 我以为你解答疑惑 若你在影响会议 只能叫保安了 没中标算了 一个勤开的电商平台而已 又能有多少包裹 单身猫宝的我们都运不过来 好算 你喝醋了吧 风水轮流转 看你能嚣张多久 说不定明天平台就夸了 啊 我找人做的标书很好用吧 据说他的标书每次都能中标 又是你从墙上小广告找的吧 告诉你多少次了 关键时候不要省麻眉 这次真没省 难道被笨鸟中标了 说话不过脑子 笨鸟怎么可能会去 中标的是飞鱼快递 又是飞鱼快递 真被他们乘上浪头 风水市场会被不断压缩的 你懂我不懂吗 重点是要怎么制裁飞鱼快递 另外还有一件难事 我前段时间大量建造服务网点 结果供过于求造成网点资源浪费 多不值得去哪找包裹 猫宝有的是快递 只能试试了 不然股东们铁定收拾我 周文斌联系猫宝直接被拒 只因他把事搞砸了一次 猫宝不想指定 风顺为唯一的合作公司 可当孙空同知晓飞鱼和品兮兮合作 他直接找上陆飞 陆总 你们为什么跟品兮兮合作 物流公司有生意就做 似乎不需要原因 可飞鱼快递再替猫宝送货 怎么能去投标品兮兮 我们两家可是竞争对手 孙总的话有些垄断的味道 飞鱼保证对两家的包裹一样对待 并且及时送大 好像没什么问题 我的意思是 飞鱼快递找借口压着品兮兮的包裹 让他们名誉受损 看任婷婷还怎么做生意 刑法真够毒的 但是不好意思 品兮兮也是我的 看你还真是什么花样 孙总开口 也不是不行 可飞鱼跟品兮兮签过合同 照你说的做的赔偿一大笔损失 快递合同都类似 又不是包裹损坏赔不了多少 这笔费由我来出 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 还得罪了品兮兮 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果然是只老狐狸 待到机会就敲竹杠 不过相比于品兮兮的威胁 飞鱼快递那点过节算不了什么 陆总 说说你的条件 我要猫保十年的快递代理权 这个不过分吧 那是相当过分 自从上次风顺押建后 高层就决定不搞快递代理权 不过以飞鱼的实力和陆总开口 我能给你一年猫保代理权 一年也能做很多事 能拿包代理权 我想刁难哪家快递公司都行 好 成交 用不用签合同 为了保护双方权益 签一个稳妥协 孙空同签完合同乐呵呵地走了 却不知把利剑交到陆飞手中 反倒是给自己制造出更大麻烦 可不等陆飞拿合同对付风顺 陈永和那边打来电话 非要让陆飞过去一叙 陆总 上次陈发的事多谢了 后面他都没出现了 陈发已经身败名裂 那位军方大佬不会再放他出来 就算放了也不会让他露脸 陆总说的 我姓 一直在客套 话说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总不能是闲聊吧 陆总 军方的人找上我了 郑主出现了 比我预料的更快 他会比陈发更麻烦